通常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要讲 讲这个法的时候呢 菩萨都会先怎样 成佛神力先入 毕卢真纳如来三的 跟他一样的三昧 那入了这个三昧 等于是跟佛是一样程度的 那你才有办法去谈 这个就是不同程度的菩萨行 所以其实在这个华严经里面 毕卢真纳如来 就都在这个禅定当中 但是很多人以为他就都没有在说话 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佛陀在说话 有没有 但是都是菩萨当代表 为什么 那菩萨代表发言呢 可是这些菩萨所说的言论不是他个人的 就是毕卢真纳如来的愿力 所成就的一个这种智慧的展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 金刚藏菩萨跟解多岳菩萨 他就是变成好像两个人在对话 就是像现在你在问我 问师父问题 然后我们就回答 那可能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 那问了之后 有的就会得到他要的答案 就是一个代表重 很好 你要愿意愿有心得 来请 我们今天要读这个远行 远行地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 前面就是这个地方 三百七十一页这里 三百七十一页 我们上一次讲 这个第七地的远行地 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修行的位置 那这里就特别提到 就是金刚藏菩萨就问 他说菩萨与此地 就是最殊胜 就是最殊胜 因为他前面就在讲 我们要修什么 修十波罗蜜嘛 是不是 那解脱月菩萨就问说 那这个如果是要修十波罗蜜 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修十波罗蜜啊 每一地都要修十波罗蜜 为什么到这里还要旧化重提嘛 所以呢 这个金刚藏菩萨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特别来为这个大众解释 他说实地中呢 的确每一地都要满足菩提修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行都要圆满嘛 都要菩萨蜜 对不对 但是第七地最为殊胜 为什么 他下面就讲 他说 此第七地公用行满啊 公用行满 得入智慧自在行故 就是公用行满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 就是看了一个这个图嘛 我们的这个图啊 我们也在这个 今天我们发了一本 借了一本书 叫做佛教基本知识 这个佛教基本知识呢 就是非常基本的知识 就是 所有呢 你要学的 僧文道 这个菩萨道 圆绝道的修行 他的一个次第 他的观念 他的发心 最后他断的烦恼 通通都在里面 可以看得到 等于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 这个佛教百科全书 那我们看一下呢 后面的部分 再讲到 修正的位置 在509页 这里有一个图 佛教基本知识的 509页 有一个图 佛教基本知识 509页 他的这个图 他这图呢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所提到的 就大家看 看这个PPT也可以 这上面呢 也有一个图 那这个图 其实就在讲 我们的修行的位阶 那位阶呢 怎么位阶 就是从 凡夫吧 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一开始 修行的时候 都不太明白 到底要怎么修 所以呢 就要开始怎样 修种种的资良 就是准备工作 所以前面呢 就是这两位呢 所修的叫做加行制 就是有修就有 感觉呢 你是学到很多东西 新的东西 可能以前都没有学过 或者是有 但是不够完整 所以呢 在实柱实行 实回 像这三十个位次的时候啊 这个实柱 就是在讲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 你的心要怎么样去发 怎样才是正确的发菩提心 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你后续要怎么去努力 好 那观念厘清了之后呢 还要怎样实行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 就讲到 我们有实行 有欢喜行 有饶意行 有等等 无为逆行 那这个实行呢 就是我们在实践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心态 再加上运用到生活当中 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怎么处理 或者是怎么面对 才能够让这个行是圆满的 是圆满的 好 然后呢 到了这个实回向 其实他这个实回向呢 就是当我们修行已经 修到一定的稳定度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 都会希望要求自己再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好 那更上一层楼 自己修呢 可能 这个透过自己的努力 你就可以怎样 大概掌握到一点 修行的步骤 好 那到了实回向呢 既然我们自己实验成功 我们自己修行 有心得了 那我们把这个力量 把它再扩大一点 所以呢 依着自己的喜而起愿 所以实回向呢 其实是发达愿 因为我今天不是只有自己受用 我还要怎样 把这个功能 把这个好处 送给一切大众 叫回向嘛 回小向大 就是本来只有自己得到 那现在呢 也希望别人 也能够得到这样 所以这叫实回向 所以当我们在 诵读华严经的过程 你会发现 诶 这里面呢 那个实回向的内容 有很多都是 诶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我今天吃一顿饭 那我不是只有自己吃 我希望呢 能够怎样 能够天下所有的人都有饭吃 所以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一切大众 我有车坐 那我希望呢 能够让大家通通都有车 我今天身体健康的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身体健康 所以这个实回向里面 它就会让我们的心会扩大 扩大 那等到呢 识住实行实回向 这三十个位次 全部都修行 圆满了 我们确定一定会成佛 因为你就会真正的知道 原来我们所做的 不是多做的是 我们本来就会做的 就是本来就有 本来就这样啊 所以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佛的时候 会觉得我们哪有办法 有没有 自己自顾都不暇了 有没有 至少门前雪 不要管太多 等一下呢 你这个人才两师怎么办 是不是 有时候呢 要帮人还被人家反咬一口 那要去救人 结果呢 被人家拖下水 或者是呢 恩将宠暴 常常看到 乃至于呢 自己力量不足 到最后呢 自己也过得不好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资良不够 就是修行的力度不够 那力度不够怎么办 那就要再多累积 多方面的 一直不断的去多加油 所以呢 这时候的修行的智慧 叫做加行 有没有 要越修越精进 还是越修越倒退 是不是 所以 以前呢 我一天呢 念一卷经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倒不行了 一天拜十拜佛 就觉得 哇 我今天好了不起 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那修行了一年之后呢 发现 好像不太够 对不对 那不太够呢 就要再加强 我们再努力 所以越修呢 就越多 所以有的人都会说 啊师傅 我们已经 本来的功课 已经够多了 你还叫我们 念什么经 念什么经 那我说不只是这样 我们希望怎样 把大家的时间 全部都排满这样 是不是 挤满 让我们怎样 普门品里面不是讲吗 念念不空过 怎样 能灭 诸有苦啊 让我们没有时间苦啊 这不是很好吗 好有没有 要不然我们平常有时间会怎样 就在那边想东想西 有没有 那烦恼是不是都想出来的 其实烦恼有时候是想出来的 因为你就会担心啊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然后又要 自己担心还不够 还要去关心别人 对不对 那有没有被烦死了 有没有 我关心你 还被你嫌烦 是不是 然后就起烦恼了 你是不是 已经 这个不爱我了 不孝顺我了 就开始 就各式各样的烦恼来 那如果呢 我们把时间全部都拿来修行 拿来学法 拿来打坐 拿来诵经 家人会抱怨 对不对 他说 你现在一整天都抱着那一本书 是在看什么 在看什么 那 这个我们有一个学员说 他说 因为以前我在家 小孩子都大了 都出去读书 就剩下 就剩下 那个 先生跟太太 叫做老伴 对不对 老伴做什么 老来伴嘴 所以呢 以前在家 就是每天都在吵架 他就会找事情 来跟他先生吵架 就是反正呢 他先生呢 从外面的工作回来 他就在家里面等着 要跟他吵架就对了 那结果最近呢 开始重量了之后 每天抱着那个书 他现在每天呢 就是那个战斗的 那个状态 有没有 准备备战状态 准备回来的时候 看他太太今天出什么招 那结果突然 发现最近很无聊 因为他太太不理他了 每天抱着一本书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说你最近是怎么样 你是着魔了吗 你为什么要一直抱着那一本书 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在读经啊 难道你希望我再来跟你斗嘴吗 他讲不出回 讲不出话 因为心里面呢 又觉得好像自己以前 以前的那个生活 其实很辛苦 有没有 可是突然脱离的那个 被挑毛病的生活之后 突然又不习惯 你有没有 所以人真的很奇怪 就很无聊 然后看电视又觉得 没有那么 没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呢 那他太太就邀他说 那你就一起来念嘛 他说我才不要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可能刚开始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修行 如果加了一点时间之后呢 你在某一些时间上 就会少了哦 有没有 所以加行制的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 找时间来修行 叫做加嘛 加分 越加 越有心得哦 它是累积的 就是刚开始这个阶段 是要越修 修越多越好 都不够嘛 那怎样才够 师傅 我已经很认真 还不够 为什么 还会起烦恼就不够 是不是 还会起烦恼就不够嘛 好 那到什么时候才会够呢 到出地 你就开始知道够了 那够了是什么 就是我们以前要劝自己用功 到出地以后不用劝了 所以大家只要到出地 师傅就不用对你们没有责任了 不会再骂你们了 因为自己就知道死了 有没有 好 是不是 自己就知道要怎么用功了 就不需要人家带了 不需要有什么 哎 佛菩萨啦 哎呀 要感应啦 你要来告诉我 教我怎么做 不会 你自然而然从自己的真实的智慧 好 自己叫通达位嘛 好 通达位呢 你会得到两种智慧 一个叫做什么 根本智 你说啊 原来我们本来是佛 就根本嘛 好 然后呢 后得智就是什么 好 那我来练习看看 我度众生 我来教人家 让别人知道他也是佛 好 是不是 因为别人不知道他是佛 所以他就会像我们以前这样啊 就很自卑啊 或者是乱做一通 用妄想做事 活在妄想当中 所以呢 我们要 哎 根本智之后呢 开始行菩萨道呢 依着这个根本智 接下来呢 哎 就怎样 度一个众生就得到一种智慧 这个叫做后得智 有没有 那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是不是得到无量无边的智慧 因为每一个人的度的方法都不一样 好 不是统一 你说一二三大家一起念经 然后大家都成佛 不会 进度不一样 每一个人念的状况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 也修的法门 他的时间 他在怎么规划他的生命 来自于他的专长 他的兴趣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能够用统一的方式教人呢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什么 有方便善巧的智慧 这个就是叫做什么 叫做后得 就是经过行菩萨道的经验 而得到的 好 所以从出地以后呢 这两个智慧 就开始怎样 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 好 不断累积 问题是什么 问题来 371页 累积到七地 是最 怎样 最殊胜 他说这个第七地最殊胜 有没有 所以我们有看到第七地之前 有没有 到从出地呢 从出地到七地 有吗 从出地到七地 就是都叫做加工用行 有没有 就有没有看到加工用行 从七地以后 这个八地 叫做无工用行 它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差别在这里 所以我们回到呢 这个 华严经呢 这里就提到了哦 他说 这一地最殊胜 因为 这是第七地的 公用行满 有没有 公用行满 所以 所以他讲 七地的 叫做加工用行 就是 公用 什么叫公用 就是 我们能够把这个心 发挥到最大的 功用 我们的智慧 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功用 我们有智慧嘛 是不是 那你有智慧 你有平常都有在用你的智慧吗 有吗 从早到晚 需要很努力的 才能活着的举手 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几乎都是 现在已经奋斗奋斗奋斗到 现在这个年纪 差不多都是比较怎样 稳定的时候 那稳定的时候就照什么 照前面的经验 在过日子 有吗 好 各位 你早上几点起床 然后 接下来做什么 需要刷牙 需要学吗 不用了 对不对 吃饭需不需要学 不用 煮饭需不需要学 为什么 因为以前学好了嘛 所以现在就照惯性 有没有 所以我们练习技巧 当什么时候最辛苦的 就是地 譬如说 我不会走路到 要会走路 是不是那个时候 走路就好辛苦 每一步都好难 我不会刷牙 你看幼稚园的老师最厉害 他教小朋友刷牙 你怎么教 那只牙刷就在里面 这样捅来捅去 对不对 他说 这个是怎么弄 不会弄 对不对 你看你会教小孩子刷牙 你会不会教小狗刷牙 小狗会刷吗 你叫他握拳 他都有困难 有没有 所以人是不一样的 人是会学习的 而且当他在学习某一些技巧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如果刚好有那个小 小孙子啊 小朋友呢 在学 你就去观察 他那个学很神奇 人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没有 这么困难的事情都学会耶 然后那个手 你看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很简单 可是对于完全不会到开始 要会自己吃饭 要会自己刷牙 自己穿衣服 乃至于呢 我们有的人说 师父我不会煮饭 可是你现在会煮饭 一定是从不会煮饭到会煮饭 那一个阶段 有没有 那个阶段有没有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啊 很用心 特别用心 然后你会想办法 有没有 怎么煮烧焦了 你会想办法 那我们最近呢 就是有了一个新的电锅 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米 然后煮出来呢 一下子太硬 一下子太软 一下子上面太硬 下面太软 一下子就是 不知道 反正就一直每天都在 大家的肚子都拿来做实验这样 那他就在研究到底要怎样 所以有人就说 新米跟旧米不一样 新米呢 还要泡一下 还要泡几分钟 是不是 那你看平常的习惯一个动作 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新的挑战 是不是都要特别用心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 你在家是三大王 对不对 基本上呢 都不用用心的 你一整天在家 就是过最舒服的状态 你不用用心 那什么时候才要用心 哎呦 出来行菩萨道 你就不用心很不行 状况百出 是不是 所以呢 为什么说 菩萨在众生当中成就 因为你要练的是什么 你要练的是智慧啊 透过渡众生的过程当中 圆满我们的智慧 那你智慧没有每天用 怎么会熟练呢 是不是 我们只是会技巧而已啊 生活的技巧那么简单 开车就 现在车子越来越简单 有没有 以前还要打档啊 还要采离合器 还要怎样 上坡 是不是 考试是不是很难 就是什么上坡起步 还故意给你在半坡当中 熄火 有没有 是不是 那所以有 以前的车子呢 很多人拿了驾照 不敢上路啊 因为太复杂了 现在呢 这这么简单 是不是 甚至还有自动驾驶的 现在越来越自动驾驶 你越来越不需要人类的头脑了 有没有 好 其实就靠机器 好 那以前呢 那个手机啊 哪有那么方便 电脑很难耶 是不是 你还要写程式 是不是 以前没有人敢碰 现在每个人手上一台电脑 是不是 手机就像电脑一样啊 它真的帮你处理 甚至于呢 以前还要学输入法 现在直接用嘴巴讲的 甚至于以后呢 它还有读心术 你想什么 它就帮你写出来 这样会不会很可怕 都有神通 有没有 越来越方便 然后越来越不需要你的头脑 越来越不需要你的智慧 因为 所有的智慧都被取代了 你怎么办 以后就变成无用之人 我们的 我们以后就会很容易 那个 阿兹海默症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越来越不用 用你的脑子嘛 好 看到那个杂货店的人 好厉害哦 他那个菜啊 你跟他买菜买水果 他每一样都记得好清楚 有没有 现在呢 现在超级市场就直接刷条 你问他这把多少钱 他不会告诉你 可是菜摊里面的菜饭 每天的菜价都不一样哦 他是不是每天都要记 今天是几块 然后几斤几两 然后你一下买各式各样 他一下子就算出来了 心酸 他每天这样算 每天这样算 他非常聪明 他绝对都不容易 得阿兹海默症的 对不对 现在呢 你去这个超级市场 全部都是刷卡 全部都是机器 帮你处理啊 你不需要头脑啊 随便的人都可以做 好 那你就越来越没有 没有我们的智慧可以展现 所以呢 你看 当我们真正从出地 我已经知道我有智慧 你不用可惜耶 有没有 那平常在自己的生活舒适圈里面 基本上你要照顾好自己 是太容易了 你只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嘛 差不多就可以了 剩下的时间要练智慧 练智慧怎么练 就去找那个很难度的来度 是很难的 是不是 很难度 为什么 因为当它是不是那么容易度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特别去想 你的智慧就要拿出来用 这个真的不简单 所以此地七地公用行满 得入智慧自在行 是不是 就是这个智慧是能够用到自在 怎么样自在 他告诉我们来 出地的时候做什么 出地的时候发大愿 有没有 出地叫欢喜地嘛 我们自己已经远离颠倒梦想的 已经没有烦恼了 接下来呢 发大愿 有没有 他讲圆一切佛法 愿 愿什么 希望呢 能够广度所有一切众生 这是出地 出地的菩萨 好 到第二地呢 那我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让所有的众生修十善 善良嘛 善良是最基本的 先不要做坏事 是不是 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做坏事 这是很不容易 我们好容易做坏事 我们有一个局势啊 他记得 在香港 他记得一封信 他说 师父 我很认真 我从小都不让父母亲担心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工作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呢 在职场当中呢 别人来问我 我那个别人不懂的技术 我都很能够倾囊相授 他认为这叫做坏布施 是不是 哎 不错啊 他也愿意 愿意布施 那对家里面呢 妻儿他也是尽心尽力 他觉得 哎 问心无愧 可是呢 哎 在三年前 他就莫名的遭到解雇 被那个一个老板 就是他的主管 而且呢 他认为那个主管是 是偏心的 是自己自己不好的 所以呢 所以他把他解雇 看他不顺眼 就把他解雇 所以他就离开工作16年的公司 接下来呢 他又去另外一个公司 做了八个月 又遇到一个不好的主管 又把他解雇 那到现在呢 哎 他就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然后就在那个失业的时候呢 就学佛了 是 通常都是这样嘛 哎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就学佛了 然后学佛了 第一个呢 就是先听到师父开示 然后他很快的 把所有的开示都看完 很厉害 看完之后 他发现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就去香港的金社 道场去上课 上课的目的 其实是想要找 找一个师父来问问题 这样 好 他问什么 其实大概都知道 就是问 为什么 是不是 都是很会问 他说我们 我这么好 我为什么会这样 那结果呢 因为是刚刚来的学员 三不五十 就想要来问问师父 那你都还没用功嘛 所以他就碰不到 一直碰不到 他想问的那个师父 所以呢 他就上上课呢 觉得很没有意思 见不到师父 他不上了 然后就离开 跑到另外一个道场 跑到另外一个道场呢 他有一天终于呢 把那个在讲课的师父 给他拦在那个楼梯口了 所以他就问了他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 那他得到的答案就是 那个师父教他 要念一百万遍的准题咒 那结果呢 他就 他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他就去念念念念念 念了五万遍的时候呢 他就寄信给那个师父说 毫无感应 毫无感应 那师父当然会跟他说什么 继续用功 有没有 那结果呢 他就念念念 念到现在 念到现在 念了二十万遍 他就 他就 他就写毫无感应 那毫无感应呢 他就想要退道心 他要退道心 可是呢 在退道心之前呢 他寄了最后一封信 给他的启蒙恩师 就是我 因为他第一个听的是师父嘛 但是他知道我在台湾 所以呢 他可能不容易挡得到我嘛 不会在楼梯口堵到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寄信说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呢 他就问了一个 很大部分的人都会问的问题 难道呢 善良的人 永远都不得志 难道成功就 一定要做坏事吗 他看到很多人做坏事 常要取得成功啊 所以呢 难道我就一定要 你这个命运这样做弄我 逼得我就要去做坏事 巧取豪夺 然后他就举了好多做坏事 然后变得很厉害的例子 然后呢 他说难道我要这样子吗 可是呢 我不这样子做坏事 到最后 如果我的 自己的失败 然后联绝到我的妻儿 要流落街头 怎么办 所以他寄的最后一封信 求救 他说 师父 你要告诉我 我要怎么办 不错了 还 这写的洋洋傻傻 文笔很好 他说 第一 如何不退道行 有没有 不退道行 这件事情 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坚持我们的道行 就是 绝对 死都要持戒 有没有 不管遇到任何的诱惑 任何的考验 我都不要 退转我修行的心 那修行怎么修 就是坚持不做坏事 这就是道行 不是吗 可是坚持不做坏事 别人都做坏事 把我们不做坏事的欺负 的残残残 好 心里面是不是开始就 愤愤不平 那怎么办呢 好 结果我们呢 就很可爱 我就说 我就说我把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们请他 从香港飞来一趟 我们大家一起来辅导他 是一起来提供 因为有的人有这种经验 有的人有那种经验嘛 那结果呢 下课之后呢 每个人都跑来跟我说 我觉得 那个师兄应该怎样怎样 哇 原来大家都很会开始 我 哇 我这个 就是 我说你们开始错人了 你不是要对着我讲 哎 我就 真的啊 因为可能听到这个事情 有的人说心有戚戚焉 因为刚好他也曾经有过这种疑问 然后也有人呢 觉得 那个就是不虔诚 因为有一个居士就很激动的说 他有没有跪着念 就是说 那个没有跪着念 怎么有虔诚的感应呢 是不是 那毫无感应呢 有的人会觉得有感应 那身体健康啊 家里面还平安无事啊 的确是这样 可是他要的感应 可能就是需要一份工作啊 一份他期待的工作 然后或者是他在职场当中 能够不要再遇到这么机车的主管 是不是 莫名其妙被解雇他怎么办啊 好 是不是 那的确可能在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啊 只是透过一封信 其实没有办法看全部 是不是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所以修行呢 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了解你的老师 那叫善知识 对不对 知道我们有什么盲点 在什么阶段 需要做什么功课 可是呢 你要去哪里找这种人 每个人都 因为我们有没有出地了 还没出地 刚刚讲我们还没有出地之前都在忙着 忙着怎样 救自己有没有 到出地以上呢 才可以很认真的 有机会呢 去救别人 所以出地以上的菩萨呢 就是知道 佛法真的是太需要菩萨了 一切众生真的太需要有人引导了 来不及救啊 怎么办 那你怎么救 你就告诉他 第一 我们发心 发心呢 修行 就是一个对自己最好的 一个安排 那刚开始修 不太会 没关系 师父教 师兄教 大家都会 先学的会教后学的 佛法的传承是这样啊 我有一点经验的 我愿意去教一点 就是比较不太会的 我都很愿意教 然后佛法里面有难的 有简单的 是不是 简单的就是教礼佛 怎么礼嘛 是不是 你先学会一些技巧 合掌怎么合 穿海巾怎么穿 这些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会教了 会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搭过一次一 你就可以教别人了 有没有 这种叫技术性的 然后呢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 教理上的深入 那这个就得要怎样 自己有 有一点体悟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教 不太懂的人 是 那 那就有一个层次 可是不管 什么层次 都是什么 都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不要走偏 其实就是一直在维护 这个心不要走偏 所以呢 到第二地的时候呢 就是离心够 有没有 离心够 你心里面没有烦恼 你不会做坏事 你的心清静 你就会自然就会觉得 你的心是愉快的 你就会 觉得别人都很好嘛 是不是 当我的心很烦恼的时候 你就觉得 怎么每个人都找我麻烦 事事不顺 所以呢 第二地呢 叫离心够 到第三地的时候呢 叫做怎样 要能够 勤求佛法 有没有 到第三地哦 那时候就是看到众生呢 很可怜 所以呢 菩萨怎样 要从早到晚都只喜欢 听闻佛法 好要佛法 修习佛法 运用佛法 好 这是第三地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法的智慧 就会现前 叫做发光 发光地 好 那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他最喜欢发光地 因为他听到发光 两个字就想说 到第三地 应该会有很多财宝 Bling Bling 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 到第三地 应该会发财 所以就会发光 这样 这也是不错 的确啊 我们会开始发现 真的 人生的这个光明现前 第三地叫发光 到第四地呢 就真正的宴会地 宴会地是什么 就是那个智慧 像火焰一样 如果像火焰的智慧 它就可以烧掉什么烦恼 它有力量去断烦恼了 宴会地就可以入道 第五地呢 顺势所做 所以以前的学佛啊 都是要把人家拉拉拉拉拉拉 拉过来 你不听我的就拉倒 有没有 你不念经 算了 我不要跟你讲话 是不是 可是到第五地哦 你有定力了 第五地是不是就禅定 有定力了之后呢 没关系 那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喝咖啡 我陪你去喝咖啡 你喜欢shopping 我跟你一起去shopping 你要去玩 我带你去玩 四处去 所以因应众生的需求 你开始会怎样 在世间 回到世间 而不然是 有没有 你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陪他看电视 一边看一边看 然后呢 我顺便评论一下 这个连续剧里面 我们用佛法的角度 是怎么看他的这样 顺便呢 就怎样 就开始呢 度 度什么 要进入红尘当中 来度众生 所以叫顺势所做 他喜欢吃吃喝喝 那我们就陪他吃吃喝喝 就准备好吃的 好喝的 让他 在这里也得到 好吃好喝的 有没有 所以 就要散开方便门 但是又不流俗 又不流俗 所以第五 叫做顺势所做 第六呢 就般若波罗蜜了啊 叫入圣生法门 到第七地做什么 第七地 他就讲哦 起一切佛法固 是不是 这第七地就是 所有前面的全部都圆满 圆满 好 他到了 到第七地 圆满了之后 怎样 从初地到七地 就是成就 功用 智慧的功用 有没有 好 前面的努力足够 后面是不是就会 就像我们说 你的年轻的时候呢 奋斗三十年 后面呢 退休 就是享用前面奋斗的成果 有没有 所以 接下来享用后来的 后面的成果 修行也是这样 前面辛苦 奋斗了到七地 你做到满 圆满了 接下来呢 不用做 就会有功用 那个叫做 无功用行 不用刻意的 要去度众生 就在度众生 好 所以他说 以此利固 你前面够 足够的力量 已经做 做够了 到第八地 到第十地的 无功用行 自然成就 那个叫做 自然 一切都是水到什么 渠成 修行是水到渠成 那什么意思 各位 最近在念经 我们用念经 念经刚刚开始 是你的心在追字 有没有 心在 好像在爬格子一样 心在追字 你有没有念到字 在追心的 字自己跑出来的 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 念到呢 那个字 自己跑出来 你就是 已经怎样 表示你前面的努力 是够的 你几乎背起来了 有没有 可是你要背的时候呢 是不是 你没有背过经 你不知道 刚开始背经 那个经都进不去 有没有 背背背 背到最后呢 有时候那个 字会自己冒出来 有没有 你背好了嘛 所以它就在你的心里 那心里呢 有时候呢 你看到一个 一个情境 有一些字句 自己跑出来 有吗 各位有没有 因无所住的 神奇心 有没有出来 你有没有怀疑 你是六祖再来 奇怪 我怎么会念这一句 有时候跟人家 讲话 讲一讲 说 一切都是 如梦幻泡影 有没有觉得 奇怪 我怎么会 佛言佛语的 有没有 因为你已经有 什么 你已经把它 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所以前面是努力嘛 努力装进去 后面呢 是自然流露 你的智慧开了 就自然流露 你不用特别去想 有些人说 奇怪 我怎么 现在怎么 这么会讲话呢 讲出来的话 这么有智慧 有没有 那你有特别 需要学吗 不用 佛法很神奇的是这样 那你说 那这些人 他也没有学历 也没有平常的经历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这叫不可什么 不可思议嘛 思就是可以想嘛 意就是可以讨论嘛 所以一个人呢 他如果有一些专长 譬如说 他很会煮饭 可是奇怪 同样一个饭啊 一种菜啊 他煮出来的味道 就不一样 有没有 你就问说 奇怪你这一道菜 怎么煮的 他跟你讲 那个江湖 一点卷你回去 煮还是一样 不会有那个味道 为什么 你问他 你怎么学 他说 就这样煮啊 有没有 他就很讨厌 有没有 他就说 就这样煮啊 他说我不知道 我随便煮 而且他会讲随便煮 有没有 就随便煮 所以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随心 他的心很自然的 就会有这样子的智慧 有这样的功能了 那 那也说 哎呀 原来所有的事件 所有的事情 通通都是这一念心 好 那这一念心 在出地到七地的时候 要特别用心 蓄意的修行 好 就是有功用的 对不对 好 那我要怎么样有功用 哎 佛陀常常会这样啊 嗯 某个人的得度因缘到了 他就会去度他 有没有 哎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木匠 那这个木匠呢 他就 他是得度的因缘到了 因为 佛陀观察到 这个人啊 七天之后会往生 如果再不度他会 就没机会了 所以呢 佛陀就去度他 啊怎么度 一般呢 在佛陀的时代 就是 度就是拿一个碗去 说 今天给你来供养啊 就是给他一点机会 解解缘 那我们要建道场啊 你要不要来帮忙 因为你有技术嘛 你是木匠啊 你有木匠是不是 帮忙来做一点 那个我们要修房子 他跟他说 没空 他跟佛陀说没空 为什么 因为我忙着修我的房子啊 我要帮我的儿子做新房 儿子要娶太太了嘛 所以呢 要赶快盖啊 要盖啊 当然是老爸自己来盖啊 是不是 那佛陀呢 看了之后 不会跟他说 几天之后你会死 所以我要赶快来度 你没有啊 这就是 佛陀出现给他一个机会 看他要不要来供养 来发心嘛 好 那 到第二天呢 佛陀又去了 他说 你要不要来帮忙啊 就是问他 到第三天呢 又去了 如果一般人 再怎么迟钝 发现了那个佛陀已经连续去三天了 他一定会 师父 你是不是真的很紧急呀 有没有 你说 你是不是很紧急 可是呢 他心里面觉得谁比较重要 他儿子比较重要啊 所以他会把佛陀呢 的这个提醒 他出现了嘛 佛陀的提醒 他会怎样 就先摆在后面 那佛陀呢 就没有放弃 可是你不能跟他说 你快完蛋了啊 是不是 就给他呢 每天都让他看到佛陀 每天都看到 每天都跟他开口说 你要不要来发心 你要不要来帮忙 这样 那你要不要供养我一碗饭 这样 好 所以呢 这个七天之后呢 这个木匠就在工作的时候 那个横梁就整个怎样 突然掉下来 当场被打死了 是不是 那你看佛陀就是说 这个就是夜报 没有帮我 不是 佛陀是反过来的 知道你会有夜报现前 所以佛陀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去转业 可是他没有要转业 没有转 那 可是 这个 可以怎样 佛陀可以不用 特意的去找他 所以是不是有点刻意 那 有很多人是来找佛的 我今天来找佛陀 那 佛陀请你今天 接受我的供养 像波斯尼王啊 我的父亲 今天是 祭日 我的父亲今天 那请佛陀呢 到 这个皇宫里面来应供 佛陀就会答应 这叫随缘嘛 可是 到底什么时候 要随缘 什么时候要 创造因缘 是不是 这很难拿捏啊 因为有些人呢 你跟他开口 他会起烦恼 所以不敢开口啊 可是你不开口 他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像我们 在这个让大家供养华炎金 这个事情呢 其实从头到尾师父只有负责 告诉大家有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钱 我也没有办法出半毛 但是我可以有一个嘴巴 我跟大家说 有这件事情 那有这个需求 那有的师父呢 是真的是想要读经 真的读不到 我们刚好有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只有真的就是出一只嘴巴而已啊 是不是 那这个华炎金很好 那我们自己读了觉得很棒 带动大家一起来读 是不是 那从头到尾呢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我们也没有多读多少 各位你们读的量还比师父多呢 有没有一天有的人一天读十卷 听说有一个人偷偷躲起来读十六卷 他都不回报哦 他就他要等到 有一天他读完了 他要偷偷的怎样 就是要 要把他 突然一下子回向 然后把大家就吓倒了这样子 他就准备这样 他就准备要被我骂了 说这个有什么好玩的 你每天回报有什么关系 就偏偏就要给人家surprise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有的人读这么多 有人读那么多 越读越多 可是也有人呢 看到别人读那么多 心里面怎样 不舒服 有没有 所以他退出 还有这样子的 退出的 还有第二个呢 人家都说 你要不要读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读 我誓死不从 也有这样子的 可是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个姻缘 喜欢的就入了华藏悬门了嘛 那你不相应的呢 你也不是不用工 但是你至少就是结个缘 你知道有这件事情 这里面呢 其实不是佛法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那师父做什么 师父就是介绍人 这件事情很值得做 我们做了呢 自己会有感受 那我们就帮忙做推荐而已啊 所以各位 你要去劝人家修行 要劝人家布施 有的人呢 说我不敢 他会起烦恼 不是 因为你现在劝人家 都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啦 所以你不用怕 觉得被会被人家误会说 哎呀你是不是屠他什么 不是嘛 对 有些人不敢跟跟别人募款嘛 会觉得好像 哎这样子我的朋友 以后都怕我怎么办 其实不是嘛 那个观念呢 是要改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给大家 一个讯息 一个机会啊 然后呢 哎 要接受的 就怎样 哎 就 就一起 成为一个团队嘛 那你不接受的 也无所谓 就结一个善缘 这时候呢 你的心啊 就不会患得患失 佛陀度众生 也是这样啊 有缘 你看他去度那个木匠 他也很 很用心啊 每天都跑去耶 每天都被 怎样 被拒绝 是不是 他不会懊恼啊 他说 难道我这么没有魅力吗 不是 就是他被自己的 无名障碍嘛 那不是我不度他 我们尽力 尽力度 你要不要得度 那你有你的缘分 是不是 你有你的缘分 所以我们就讲我们的 那有些人是 不敢讲啊 不敢发心啊 怕讲不好 只要你很诚恳 我们就是告诉他 说啊 今天呢 学佛很好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其实在从初地到七地啊 菩萨因为已经知道 肯定自己一定是佛了嘛 因为他依着是什么 根本智 有没有 根本智的意思呢 就是 哎呀 何必学佛 本来就是佛啊 是不是 好那大家呢 你都不知道 学佛有多好 因为学佛到最后 会发现自己是佛啊 你没有学佛的时候呢 常常不太知道 自己是佛 所以你会怎样 乱做事 是不是 我们常讲 人面受心 有没有 奇怪 明明是人 好模好样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心呢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人嘛 好 他已经不是人了 有没有 好 所以 如果知道你自己是佛的话 你怎么会去做出 违背自己的事情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说 没良心 有没有 没有自己的 这个没有了解自己的心啊 好 所以呢 其实 其实众生呢 是无名 叫愚痴 所以佛陀的角度呢 只是觉得可怜啊 他不会觉得 好可恶哦 都不信我 不是这样子 他不会说 信我者得永生 不信我者下地狱 他不会这样子 他只是觉得很可怜 我们只是想什么 用什么方法 让他知道他自己是佛 让他好好爱惜自己 好 所以出地到七地的菩萨 就是努力的在完成这个事 有没有 那到第七地呢 因为前面叫做 布施慈戒忍入 金净般若 有没有 禅定般若 有没有 六波罗蜜 到第七地呢 就是布施慈戒忍入 金净禅定般若 这六波罗蜜 能够怎样 弹性运用 叫做方便 那个方便就是 有的人喜欢禅定 我们从禅定来度他 有的人喜欢怎样 布施 我们用布施来度他 有的人喜欢 这个智慧 我们用智慧来度他 你怎么运用这些方法 那同一个方法 你看 有人问他做好 还是拜佛好 还是念佛好 还是念经好 都好 都好哦 为什么 因为每一种方法里面 这个方法里面都包括 六波罗蜜 其实都包括 你只是 怎么去 把这件事情做好 一样念佛 也有人念到 念佛三昧啊 那也有人念到 只是口干舌兆而已啊 有没有 一样是拜佛 有人把他当运动啊 但是也有人呢 就是拜佛了 就消业障 然后发大心啊 所以到底是法门的高下吗 不是 是你怎么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初地到七地呢 他就是在练习 把这个众生的根性 好 让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然后做完了 就圆满 他的这一个地的功德嘛 好 以此力固 初地到七地已经修好了哦 好 那这个力量呢 他就会有连带的效应 到八地以后 不用做了 好 八地到十地 就是无功用行 叫不用做 不用做就是都没做吗 不是 我们常常说不用做 就是放弃没做 有没有 就不用做 不是 他到八地以后呢 不用做了就是 你不用费力 他自然而成 自然成就 所以八地菩萨 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是很厉害 叫千处祈求 怎样 千处硬 他用硬的 他不是千处跑 有没有 我们现在四处奔波啊 我们要跑断腿了 有没有 我们师父呢 为了要供养那个华严精 在大江南北 整个中国大陆 每个省都跑去了 跑断腿了 现在断腿了 在闭关 是不是 那你说 那奇怪 明明就很简单啊 LINE按下去 全部通通都通了啊 有没有 所以现在还好 现在有这种工具 有没有 真的就千处硬 可是呢 我们就变成功不应求 有没有 真的啊 原来大家都 透过现在的网络 一个告诉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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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确呢 我们的福报 还有我们的智慧不够的时候呢 你要做一件好事哦 有很多很多的阻碍跟挑战 我们不把它当成阻碍 我们把它当成挑战 因为没有人做过 没有人做真正的去试试看 行菩萨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所以呢 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就发心的 费力的去做 好 那如果呢 做到已经像各位走路一样 这么的自然 是不是 这个煮饭一样的这么的熟练 开车一样都不需要在 特别的动脑心 这时候是不是就是 这个就很自然的就 就是成就了所有的 这个菩萨行 它就叫做自然而然 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样 叫做自然而应啊 好 是不是 苦海常坐渡人中 你只要一声 就叫一下菩萨 它就来了 他说我怎么没看到 有没有 没看到呢 是谁的问题 没看到呢 你就是华严经念的不够多 有没有 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告诉 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人生下来 就有两个天在保护我们 有没有 一个叫做同名 一个叫同生 在第六十卷的地方 就这两个天都在保护我们啊 它是我们的护法 有没有 它在护法暗中保护我们 可是我们是不是不知道 各位你有看过你的护法吗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不知道 当有一天 有一个有通的人说 你后面跟两个 你是很开心还是很害怕 你说 啊 竟然有跟两个 太可怕了 所以呢 你把你的护法 贴上标签 叫做 怨情在主 有没有 而且呢 还要想办法呢 把它除掉 有没有 怎么有那么笨的人 你不知道 他们那两个是护法吗 就是不知道嘛 是不是就不知道 所以你就看不到啊 菩萨随时都在保护我们 可是你却不知道 那如果有人每天都跟着我们 在后面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帮你记录 记好的 记坏的 做好事记起来 做坏事记起来 你敢做坏事吗 好 四下无人 可以做一点 对不对 你以为四下真的无人吗 是不是 如果光是这一件事情呢 你的不知道 让我们做多少坏事去的 是不是 如果你这 人在做 有人在看 那个是谁 那个就是你的灵明妙诀 你有一个自己觉醒的 一个的智慧 所以你就会少做很多坏事 那就少得到很多恶果啊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嘛 所以呢 你看 监狱是不是永远人满为患 警察是不是永远追不到小偷 是不是 我们的门哦 铁窗一层又一层 已经越来越高级了 现在都还要指纹辨识 还要那个瞳孔辨识的 有没有 非本人不能进入这样 是不是 现在已经很可怜了 可怜到 突然有一天呢 他认不得你的指纹 你怎么办 手断了怎么办 你又进不去了 有没有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 我们为了要防止很多的诈骗 跟做坏恶行 你必须要想更多的方法 来怎样 惩罚恶人 那你这样子做得完吗 永远做不完 有没有 地狱很难空 好那怎么办 所以呢 最简单 最根本的方法呢 菩萨的方法 最聪明的 菩萨就是让所有的众生 都怎样 有智慧 知道自己是佛 你自己就会管理自己的 如果知道 背后有人在看着你 其实在保护你 你怎么会做坏事呢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会骗人 因为觉得对方不知道 骗他不知道 这样有没有 你骗我不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被骗得傻傻的 愣愣的 就是相信坏人 满口谎言 你也是觉得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可是我看不出来 有没有 好 如果你是菩萨的智慧 你怎么有可能会被骗呢 是 所以这时候 所有的事情就 一切皆知了 自然就会了 自然就会啊 那天的那个 我们那个 居士说 哎呀 我送完经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 我说 那有什么好问的呢 那个就是肚子饿而已啊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平常都不会这样叫的这么大声 那因为他不知道 他肚子发生什么事嘛 他就很怕说 是不是 读完经是不是会怎样 有没有 读完经有没有会怎样 所以有可能会怎样啊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就有可能会 把它曲解了 好 到了八地以后呢 你不会有这些问题 很自然而然 牵触自然硬 就因为一切智快圆满了 好 是不是 他就叫智慧皆惜成就 而且这个智慧 不是努力来的智慧 好 不是 这个要 特别行菩萨道而来的 是圆满的一个象征 好 那这是 从第八地到第十地的 无功用行皆惜成就 所以表示呢 我们是不是 前面的努力一定会带来后面的果报 是不是 你有如是因 你一定有如是果嘛 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 我那念经有什么用 太有用了 你用功有什么用 用功一定有用 可是一开始呢 很多人都会怎样 用功好像没有用 因为越用功越烦恼 有没有 有的人说 哎呀我不用功则已 一用功 我每次呢 以念经 昨天有一个人说 师傅 我真的能吃素吗 我一吃素 我的指甲就掉下来 我说那你吃几次 师傅 他说吃一次 这样 吃一次就指甲掉下来 这个就整个手指弯曲 我说那你才吃一次素 可是我以前呢 曾经吃过的一段素 后来呢 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哎呀营养不良 是这样啊 真的不好吗 你那个指甲掉下来 难道不是因为你吃太多肉吗 是不是 你才吃一次素 就指甲掉下来 最好 最好这么厉害 是不是 那你看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呀我没有肉 我不健康 我没有肉 我会怎样 没力气 有没有 那我没有肉呢 我这个血液会怎样 我身体会怎样 这是我们的观念嘛 在阻碍自己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 吃素是什么原因 因为不杀生 我们是因为不杀生 那不杀生会不会有果报 不杀生的果报叫做健康 长命 无病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因 还是我为了健康 结果杀生 是不是颠倒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观念没有转 他永远都在觉得 哎呀 哎修行 反正越修呢 越有问题 一发愿就有业障 完全是错误 那你就不相信因果了 好 所以呢 哎 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真正在前面的努力到后面呢 收成的时候 你就知道叫做公布堂捐 公布堂捐 好 所以这是七地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这个断烦恼的部分 那个 因为我们刚刚讲 在生下来都有护法 我们都有护法神 那护法神看到你这么用功 他一定把你顾得很平安健康 要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心 如果善良的人有恶报 那真的老天无眼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我们常常在讲 无常经里面讲 愿诸世间常安稳 有没有 无边福至一群生 所有罪业并消除 远离众苦皆归原籍 有没有 你看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对这个世界的渴望 就是期待 希望这个世界就是安稳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你看念经 诵经 然后诵念的内容都是这种 叫大家要行菩萨道 要用功 那真的就是很安稳的一个世界 一人成道 九足升天 若不升天 诸佛忘语 佛祖叫人救下来 是真的啊 那其实我们 有时候呢 真的是对佛法的信心不够的时候 才会像刚刚讲的那个 执着跟障碍会把我们拉着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 要发心 这一身的用功来证明 我真的是菩萨 有没有 佛法真的是对的 真实不虚 比如说我们要真正有信心 你才有办法去度人啊 要不然自己都 烈烈烈烈烦恼的不得了 你怎么度人 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常说 吃素要吃着怎样 要吃着健康 否则你不要告诉人家 你吃素丢脸死了 真的啊 你看像那个船上这样子 哇 他说 这个师父 这个佛教基本是非常好 完全看不到 是不是那个字 字很小 可是呢 我竟然看得到 有没有 60岁 60岁 68岁的 没有老花 还很难老花 你看 是不是 眼睛好 身体好 是残修班 52岁 没有 没有请假 你看你要夺健康 没有迟到 没有早退 而且还提前不长 还延后 撤场 所以你看 要能够呢 好好的发心 那至少身体要健康 第二个 心要健康 要够力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就是真的发心 不可思议 不要告诉师父 不要每一次请假 都说 师父 我可能会头痛 你惨了 你就不可以头痛 是不是 我可能 谁会怎样 不要起那个念头 是不是 我老了会怎么样 你老了不会怎么样 你老了会成佛 是不是 真的啊 不要害怕 因为别人的老是因为他没有佛法 所以你看到其他的老人 没有学佛的 其实很多都很悲惨 但是有学佛的呢 你就不可以变成悲惨的老人 是不是 要乐龄 有没有 快乐的年龄 越老越快乐 这样 好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一些学佛是在减少烦恼嘛 好 那我们烦恼呢 有两 有两种 有两种 这边有特别讲 就是我们有两种 大概是什么 一个叫我执 一个叫法执 我执跟法执 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但是 我们还可以了解 每个人都有个性 对不对 那这个个性呢 就是有先天的个性 叫巨神 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的 喜欢自己 你有没有喜欢自己 没有吗 说 哦 谁敢这么败 给他电视 不会 是不是 所以 再怎样呢 自己就是 想尽办法 把自己维持的很好 希望自己更好 希望自己更好 有没有 所以 那为什么 因为你 与生俱来 就会保护 有自己保护的本能 自我保护 那个叫本能嘛 所以他讲 巨神 叫做 无始始来 虚妄 熏习的内音力 有没有 好 内音就是 他本来就 就是内建 有没有 就是 在巴士田里面 本来就 一直有 可是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是虚妄的 他是因为 一直 一直 自我 加强 自我 加强 所以我 以为 我本来 就是这样 有没有 所以我们会讲 江山 易改 怎样 本性 难以 你的 这个本性 其实不是真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是什么 我们的本性 是佛性 我们的本性 是真如自信 可是我们却说 我个性 就是这样啊 我本来脾气 就是坏啊 是 一生下来 就坏吗 还没 他有讲 可以讲 在地气室里面 他藏在里面 那本身呢 你看 虚妄 熏习 有没有 他是 我们都被误导了 被谁误导 被自己误导 因为我会 自己一直说 我 我来了 我在这个世间 人不畏己 天出地面 我为了活下去 我一定要 好好的活着 所以你看 我们是不是本能 就会呼吸 有没有 各位 你睡觉 睡睡睡睡 睡到突然被闷住 你会怎样 你会很自然的 就 你要活下去 所以你会 呼吸嘛 晚上睡觉呢 可能都睡死了 可是你听到 会羞出哦 你会怎样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赶快就自己跑出来 有没有 那你会有警觉心 你会警觉心 你坐椅子 坐得很端正 你不会乱坐一通 走路 你要小心 不要撞到墙 都是一个本能 有没有 所以你摔倒的时候 手会怎样 很自然要去撑着 有没有 那个是什么 你怕身体摔到 所以那个叫做本能 所以这个是哪里来的 这个叫做虚妄讯息来的 所以他横与身聚 就是你只要有这一个色身 他就一直在 所以你看哦 我们现在是人 所以我们保护这个人的身体 那一只蟑螂长得这么丑 他不是害虫吗 害虫不是该死吗 可是他为什么也要保护自己 难道你不知道你那么可怕吗 有没有 那只毛毛虫把大家吓得尖叫 可是他也要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蠕动 有没有 那他在保护谁 他在保护他自己 我也在保护我自己 他也在保护他自己 所以毒蛇他会攻击你是因为什么 他想要保护自己 他觉得他有危险 所以他要攻击别人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叫本能 求生的本能 所以横与身聚 不管那个身是什么 所以我就要活下去那个概念 所以你看那个恶鬼 他也不想死 虽然他是恶鬼 惨得不得了 可是他说我可以活好久 我还是希望我活好久 这样有没有 所以横与身聚 好那再来不带邪教及邪分别 任运而转 就是不用教 不用人家教 好所以这个叫做聚生 聚生 那聚生的我职 聚生的我职 就是第七事友 这长相续 什么意思 就是即使你没有想到我 你也是有我职 听得懂吗 我在睡觉睡死了 你有会想说我在睡觉吗 不会 可是那时候呢 你的这个自我的第七事啊 他就很自然的在保护 就是叫做长相续 随时随地都在保护 只要你这一生命还没有断 他就在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说心脏会跳 或者是呼吸 或者是这个身体的自然运行 他其实就是维系的执着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 顺利的运转 活着这样 活着 所以横与身聚 在第七事 他是要怎样 要守着第八事啊 守着第八事 什么叫第八事 第八事就是 阿赖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 对所有的一切万法的本体嘛 就是我啦 我的主体性 然后呢 起了一个我的概念啊 事实上有没有我啊 其实我没有那么小啦 可是我们现在把我 因为执着的关系 就缩小 变成这个身 有没有 好 可是如果破了我执之后呢 佛陀是怎样 佛陀的心中 众生跟我 我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大家是同体共生 凡胜体同 万物是一体 可是现在我没有跟你同体呀 有没有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为什么 师傅 我的腿好痛哦 弹腿好痛 我说是是是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痛是你在痛 跟我无关 我还是会怎样 继续做 有没有 是不是 因为我没有痛啊 好 那所以呢 其实你的痛是你的痛 我的痛还是我的痛 表示你还是执着你的身体 我还是执着我的身体 好 可是如果呢 我能够感同身受 谁能够让你感同身受 你家的孩子 如果半夜发高烧 你是不是比谁都着急 是不是 你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难过 好 他的肚子痛 哎 奇怪 我怎么觉得我也很痛 有没有 那个就感应嘛 就感应到了 甚至于呢 他不用在你面前 他可能远在美国留学 他发生什么事 你都 你都有感应到 你是心脏怪怪的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说 哎 你看 那个树林的妈妈呢 好 前一阵子 那个往生嘛 好 那往生之前呢 哎 他的心哦 就 就 就在 就在想 哎呀 妈妈 往生要怎么处理 然后呢 那个念头起 哎 妈妈就往生了 那难道是 他的念头害 妈妈往生吗 不是 他感觉到 时间到了 那个是感应啊 那是感应 哎 好像应该要准备了 是不是 只是那个感觉 没有那么明确 就是念头是这样嘛 是不是 就是哎 奇怪 好像有一点点 那个感觉 好 那如果我们在修行 在修 在修得更清澈 你的心更清净 更少执着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更清楚 就是那个 那个讯息 在变化的时候 就会更清楚 所以为什么 以前的那种高人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他观察这个心象啊 他说 嗯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不是 他是观察嘛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观察 他没有把自己的 自我意识 加进去 他就能够 把事情看得清楚 有没有 所以我们看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就看得比较清楚 好 那刚刚我们举那个例子啊 好像说 哎 他的工作啊 不顺利 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他 可能我们就会知道 啊 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 有可能是他个性的问题啊 有可能是他的 怎样 哎 就是他在那个职场当中 的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人员的问题 都很难说 好 那一个人 他必须要怎样 完整的认识 你才真正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里嘛 好 那是说照片段 照自己自我表述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呢 有没有 好 为什么 因为叫做我执嘛 好 是不是 我执啊 所以第七识呢 原第八识 执为我啊 执为我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也有在第六识 为什么 因为第七识 是第六识的根 叫一根 有没有 就一根 所以呢 我们的起心动念 照什么来 照第七识来 被第七识影响 所以当我想 只要一想 就是我吧 从我的角度来想啊 是不是 哎 人家看我一眼 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看我一眼嘛 那可能他不是在看你啊 可是我们总是会特别加强 他是不是怎么样 他是对我怎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他在念经啊 他在家里面没办法念经 所以呢 他就在他那个大雄宝殿念经啊 念经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讲话 讲一讲呢 哎 他还会跟我们回答哎 为什么 因为他听到跟他有关的话题 这样 那念经 所以 就是念一念 他说 师父 你这样子讲不对 我说 我们在讲话 他还听得到 表示他没有专心念经 有没有 明明就应该要用功专心念经 可是他为什么会分心跑去听 因为呢 其实大家在聊什么 他都没有在听 但是听到他的名字 他就特别有反应 人是这样啊 所以你说 哎 为什么 说我们注念 如果人要往生 那个注念 谁来念最有效 就是他熟悉的人 那熟悉的人里面呢 不能太爱的人 太爱的人会停止 太讨厌的人会愤怒 是不是 所以那两种呢 都要怎样 都要那个 嘿 这就要到旁边 所以为什么要师父 因为一般人对师父 没有那么强烈的爱恨情仇 然后呢 碰到师父就是 这是我的老师 会生起尊敬心 即使他不认识师父 只要有一个师父 是不是 一般人是不是有一种善根 就像佛这样子 我跟你不熟 可是我有尊敬 那一个师父来带领的时候 那个心就不一样 那个声音 就感觉就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的第六四呢 在想的时候呢 念头一起 就会跟我有关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在第六四 缘什么 所变的五曲运 什么意思就是 五曲运就是色受想行事 五运呢 五运 我们是不是就是在想 我的感觉 叫做受 有没有 我的想法是不是想 我的习惯是不是行 我的记忆就是事 那我今天呢 来诵经呢 你是不是就是用 我的感受 哇 我喜欢诵经 我不喜欢诵经 有没有 我的想法 诵经要干什么 诵经有什么功德 诵经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 是不是想法 原来有的一些成见 我的习惯 我以前没在诵经 现在突然要诵经 是不是就会不习惯 我每天都诵经 送到什么 现在不诵经 不习惯 有没有 所以那个就是行 行为改变嘛 习惯 好 再来 我回头一想 哎呀 我这一个月以来 我的生活充满了经典 有没有 你又有没有觉得功德无量 你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厉害 我已经接近法师的程度了 好 有没有 接近法师啊 怎么那么神奇 明明我是一个熟人 为什么我可以 做跟法师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近呢 就是这个被师父 被传承师父 逼到走投无路 有没有 他每天眼睛一睁开 就是在问你念几遍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生 可能就是这一个月 这两个月 最用功 因为呢 平常也算有用功 没人逼就没什么用功了 是不是 反正 有用功没用功 我们都以为没有人在看 对不对 是不是 最近就有人在看 而且呢 我们还有分组 每个师父 每天的讨论的内容都是 你那一组念得怎么样 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目标 大家都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是大家每天的重点 都是感进度这样 下课的时候呢 就说一下课 大家就跑光了 以前都还会留下来 东聊西聊 那现在呢 不聊了 没空了 我们要感进度这样 你看多好 聊天生是非 你能聊什么 你又不会聊佛法 是不是 不如呢 回去念念佛 佛经 所以那这时候呢 你的心的那个念啊 念这个心里面起的念头 都跟修行有关 有没有 都跟修行有关 就不会都跟我有关 否则呢 各位想想看 以前没有读经的时候 然后呢 你会遇到很多什么 各式各样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你说 我有到道场啊 可是到道场里面的师兄 是不是也都没念经 两个没念经的人在一起 会聊什么 我们儿子怎么啦 有没有 你们孙子怎么啦 其实没有人在关心别人的孙 都在关心自己的孙而已 是不是 都在讲自己的事情啊 我的家里面怎样 我怎样 你会 你有你的家 我也有我的家 所以大家在那边比 有没有 那你讲来讲去就加强我值 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要念经 所以呢 每次都问 你念极卷的 这样 有没有 所以现在的重点都不一样了 有没有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过这种生活 为什么一定要去过那个 你听了人家一堆家里面家务事 然后听完之后 回去 可能还要评论个两句 有没有 评论了 那个人家里面太惨了 那个做人失败 你看你要照口验 没事去了解人家家务事干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跟我有关而已 所有的人只要跟我有关 他就是什么 就是我值 所以呢 你看第七是 原事所变的无取运 或种或别起 至心向直为实有 此二我值 细固难断 不好断 因为他与生俱来 他藏在很深 很深的心理很微 很微细 那我们要先断什么 因为他与生俱来的 每个人都有 所以这是我们的最终的功课 好 那我们要处理的 先处理分别我值 第二种叫做外来的 有没有 什么叫外来的 就是现在的外源力 有没有 什么叫外源 外源现在就是 你隔壁那个师兄 他就是你的外源 好 啊外源你是遇到好师兄 还是遇到坏师兄 遇到好师兄 遇到坏师兄 那天呢 有一个居士啊 他们从桃园 去高雄送经 对不对 然后呢 送完经 礼拜天送完经 隔天 我们有常驻的课程 就是有半天 那如果回程 就是礼拜天晚上的回程 通常都 都那个比较多人 都没有位置 那到隔天 是不是 就是早上就比较有空位 他们就留下来 留下来 结果留下来就做早课 就顺便就做早课 做早课 反正留下来了嘛 就做完早课 做完早课呢 还有课呢 他说 好 那就再可以再顺便听一堂课 有没有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就一趟下去呢 可能有送完经 然后隔天又做早课 又听了一堂佛法的课 其实就好丰富哦 一趟下来 那我就邀请了 他说 要不要留下来听课 不行不行不行 因为呢 我们那个桃园的师兄 已经在等我们 接我们回家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我说说 那个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就要多留一点 他就说 师父 那我要看我们那个师兄 愿不愿意 我说 你的法生会命 还要被某师兄绑住 是不是 那如果那个师兄是不用工的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 哎呀不要啦 这样子我 我的工作没有做完 有没有 如果那个师兄 还好 他是 很好啊 我们一起留下来听课 听经 那是不是就是变好 所以呢 好朋友呢 是要一起进 还是要一起退 要一起进 可是呢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 要退 一起退 有没有 好 为什么 这个就是高中 拍朋友 善知识好难 那一天呢 我们高雄的居士啊 就说 他每天都 因为他退休 刚刚从化工厂的 那个技师退休 退休之后 他每天就排 很多用工的功课 那刚好最近要送花烟金 所以他就早上 就会送五卷 晚上送五卷 就是下午送五卷 他一天是送十卷 他那天就在讲说 那送十卷 他就在算 他说 我可能两年半 就可以念完一百步 就是他在那边算 结果呢 他就上一次的法会的时候 旁边坐的一个太太 也是另外一个师兄 然后是我们的相登组的 那个组长 那他们就在讨论他的 每个人的念经的计划 这个组长呢 他说 我呢 决定要两年就念完 他两年半已经好厉害了 可是他旁边坐了一个 两年就要念完的 结果后来 他们两个的决定 就是一起发心 变成两年念完 你看 是不是遇到一个大菩萨 如果旁边遇到一个不念的 他说 你念那么多 你会不会累死啊 所以有的人会这样 会问他 你会不会累死 有没有 那你的家人不会有事吗 他就给你提很多 十大原因不要念经 有没有 不要念经也可以找十大理由啊 是不是 那如果遇到这种的 他有没有可能 两年半 真的听起来有点离谱 我还是五年好了 五年 那还是很离谱 十年好了 是不是 有的会这样的 就越来越 越退啊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外缘是谁 你就外缘啊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的外缘力 要带什么 邪教 邪分别 然后方起 有没有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是不是都遇到邪教 邪分别 有没有 是不是 承认吗 承认 我们要承认 因为我们就 没有人知道怎么教我们 只有佛陀才会教我们成佛 其他人都教我们 好好的做人 有没有 好好的做人 不过就是人 就是我执嘛 为了为了做一个人 是不是我们要出人头地 是不是要把别人统统打倒 才叫做出人头地 好 那如果今天是佛来教你 好好做人 他不会 他会叫你呢 要自利利他 要帮助所有的人 你班上的同学 如果有那个很笨的 你要协助他 好 然后你要辅导他 你要所有的好事情 都跟他分享 最好全班都一百分 是不是这样 好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子 教人家全班都一百分 老师才会希望全班都一百分 有没有 好 那如果是家长 就会希望怎样 只有我家的孩子一百分 其他都九十九分 因为这样他才会变什么 第一名 有没有 那那从小到大就教你 别人的差 衬托出你的好 这个人会真的好吗 是不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规则 就是这个人的第一名 是他辅导所有的孩子 全部都考一百分 全班才会第一名 那不是就是一个 他就不会去打败别人了 他就不会说 遇到别同学不会 他就说我也不会 装不会这样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上礼拜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在考那个 他在天津考那个博士论文 口试很紧张 然后我就问他说 考得怎么样 他说师傅 这一次好危险 好危险 我们呢 四个是同时考试 要四个全过才可以全过 只要有一个没有过 就全部不能过 我说 连做法有没有 我说好那赶快 我们现在刚好在送 华严经十回相品 我们赶快来帮你回相 全部的人都很用功 你把四个名字通通给我 连你的老师的名字也都给我 他说师傅 可是我们只有两个是佛教徒 我说是啊 我要救你们两个 要连那两个也救 要不然他们把你拖下水怎么办 是不是 要就要四个一起救啊 对不对 这四个 而且呢连那个老师 老师如果如果没有认真一点 帮你们批改 你们可能全部没有过 所以四五个全部通通都 就是帮他 那个立消灾排位 然后帮他们加强回相 结果呢 哇你看 这佛法的大爱有没有 管他基督教什么教 没有教也没关系 我们通通都回相给你 重点就是要一起过啊 是不是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规则 就是全部通通都一起 如果他们四个是各自过各自的 他们一定不会变成团队合作 对方不会的 我也不会 我没有空 我要赶快忙我的 可是这时候 对方不会 不可以 他团队里面只要有一个 不会所有的其他三个都来帮助他 是不是就一起来 要大家要一起都要会回答 那这种团队呢 到最后全赢 大家都一起赢 是不是 大家都一起提升 那也不要小看这个呢 说只是考博士 不是 因为他考完他要当医生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知识 足够的水准 他以后当医生 他就给你乱治 是不是 所以呢 当然 当然的确是这种标准 就要严格 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的游戏规则 是不是这样子 我要变得最好 我就要把别人打败 别人要越烂越好 我就会越优秀 有没有 所以这是不是就邪教 错误的教导 教我们怎样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好 结果呢 才送完经 他隔天就过了 他说这么厉害 你看 其实 这是很神奇 我说你们要回来 要来好好的叩谢 都是我们这些师兄 帮你们加持的 你看 我们都没有当博士 我们也护持人家 博士通过 你看多了不起 你看宋华严静 这么厉害 是不是 家里面有小孩子 要读书 你就要说 阿嬷帮你回向 是不是 就是这个就变成什么 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心 所以呢 你看 邪教啊 我们常常都是 邪教 然后邪分别 我们的思考方式 其实常常很容易 就会把别人排外 就坏人 刚刚讲啊 坏人都应该要得到报应啊 可是坏人 他得到报应 如果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得到报应 他会怎样 他会起很大的称心 有没有 他更恨 他说这个世间呢 就是对我不公平 他就会起一个更大的怎样 恶心 那怎么办 那坏人你要怎么办 原谅他 不是 要教化他 有办法地藏王菩萨去地狱 全部都坏人啊 才关到地狱去啊 他如果以我们这种很有正义感的去地狱 不但没有救人 可能还要教他多加一点火 是不是 就是不够 不够 这个火放的不够多 是不是 你那个千刀万剐 不够碎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都会很有正义感 都觉得别人坏蛋 应该要生之以法 最好是有报应这样 那可是问题是 你处罚他 他如果没有改 你的处罚只是暂时 所以他到时候呢 卷土重来的时候 他这时候被你打败 他回去呢 在怀恨在心 有一天 他足够的 这个能力 他就会拿过来做什么 做继续的斗争 是不是 那这样子就没完没了 渊渊相报啊 没完没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能够用斜分别 不能用斜教 因为这样增长 我值的结果 根本就是没完没了的痛苦啊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讲说 什么时候好断呢 因为他是第六式 第六式负责做什么 第六式负责分析 思考 有没有 第六式最厉害的就是思考 他会想啊 所以会想 那既然要想 你就要让他在想的过程当中想通 是不是 要想通 可是怎么样想通 所以我们说念经呢 其实念经会聪明 为什么 因为经典的道理 他讲的很有逻辑性 他一一的分析 你仔细去研究经典呢 他把一件事情讲得很详细 但是没有废话 有没有 那他的所有的言 所有讲的内容 都为了要破我们的我值 他把我分析得很透彻 让我们明白 为什么我值是虚妄的 是不是 所以从为事的角度来讲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从什么经典的角度来讲 都能够看到 都能够观察到 我值是不存在的 其实没有我啦 但是因为我值呢 就值一个不知道是 就是错误的一个认识 错误的执着 所以变成说 我们要破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怎样 那既然我是怎么 自己的第六识出来的 对不对 那现在听法 是不是开始来教育第六识 说其实没有我啊 那没有我有两种方式 来做修行 第一种就是用破分析的方式 分析悉空观 有没有 观身无我 有没有 观受无我 观心无我 观法无我 深受心法 慢慢慢慢分析 分析到最后发现 的确真的无我啊 所以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你行菩萨道 发广大的心 所有的众生都是我 有没有 如果所有的众生都是我 我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我 请问有没有我 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那有没有你的孩子 就没有你的孩子了 所以菩萨观众生如一子 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孩子 那哪有我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 没有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别人家的孩子 也是我的孩子 所以就没有我 有没有 是不是 所有的人都是我 那就没有我了 所以叫做大我 那个大是大到 无量无边 所以为什么要发广大的愿 是 实惠相品里面呢 佛陀讲啊 要回 第一个要回像什么 亲友 非亲友 有没有 亲友 非亲友 就是一切众生嘛 一切众生 那一切众生呢 包括什么 我认识的叫亲友啊 非亲友就不认识的嘛 是不是 那不认识干我什么事 一般人都是 我认识的我才要度嘛 我不认识的 就 就不会特别嘛 是不是 可是呢 菩萨的心里面 他要破我执怎么破 他不用去破那个我执 他直接发大愿 他就自然就没有我执的 因为没有我 所以呢 这是第六式 第六式就是 这个出 所以在见到的时候 就能够破除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分别我执是第六式相应 有没有 好 聚生我执呢 是第六式跟第七式相应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第六式跟第七式相应 那 第一 我们先破的是哪一式 先转的是哪一式 第几式比较好转 第六式 因为听嘛 思考嘛 是不是 就是第七式 第七式藏者啊 是不是 藏在 潜意识里面你怎么破 是不是 他就都在背后 他是什么 这个 垂帘听证 有没有 所以你只看到表象的事 你看不到潜在的事啊 好 所以我们要先怎样 先听听法 或者是如理的思维 不要有邪教 不要有邪分别 那你就要找正教 正分别啊 好 所以第八 这个八正道里面讲 正思维 有没有 好 正思维怎么思维 你就用佛陀教我们的方式去思维啊 好 所以这个第六式第七式啊 要先转第六式 因为第七式他很维系 再来第六式转了 第七式也跟着转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所以 第六式要转 第七式才有办法转 那如果你的心是可以超越第六式的 那个程度 你不要被第六式障碍 各位什么叫不要被第六式障碍 我们读学佛是学佛学还是真正的学佛 是佛学还是学佛 佛学就是什么 用第六式去读很多的佛教的知识 叫做佛学 叫做佛学有没有 学佛呢 他不只是知识 他还变成 修行有没有 实践 实践 好 那怎样叫做学佛跟佛学呢 有人说 师父我只喜欢听佛法 我不喜欢拜佛 那请问听佛法是修行吗 是修行的一种 对不对 但是 听佛法很有没有可能变成跟学校读书一样 变成听很多的佛学知识 有很有可能 那听佛学知识 那你听到最后就是第几式在修 第六式 所以文还要怎样 思 思是什么 想一遍 想两遍 想三遍 想什么 你要把它想通 听到的要想通 没有想通呢 你就不会做 要把它从佛学变成学佛 因为我们要把佛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 你要想通你才会照佛这样子想 要不然我们听到的很多都是很多的名词 名词有没有 所以真正的说 好 慈悲 是不是就好难了 什么叫慈悲 慈悲没有智慧 有没有可能只是变成同情 变成可怜 那慈悲是有力量的 为什么 因为我对一个人慈悲不是我原谅他 是我能够改变他 改变他的方式怎么改变 如果他在做坏事 我对他的慈悲就是让他不要做坏事 有办法吗 有没有办法 我们通常说我没有办法 是不是他要骂我我没有办法控制 他要做坏事 我没有办法制止 有没有 我拿他没有办法就是不够慈悲 因为词叫做娱乐跟拔苦 有没有 他说 可是他的兴趣 他的快乐就是抽烟喝酒 有没有 有人的快乐就是抽烟喝酒 你叫他抽烟对身体不好 喝酒对身体不好 他说不会 我现在好的很 这时候你怎么你怎么度他 你怎么帮助他 你怎么让他觉得 我真的不要再抽烟 不要再喝酒 所以 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子 我沉迷于赌博 因为赌博使我快乐 每天榴莲在赌场 他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榴莲忘返 表示他在那边找到好大的快乐 那你怎么告诉他 不准再做了 要不然斩你的手 手指剁掉 有没有 手指有没有剁掉 剁掉还是毒啊 为什么 因为他得到快乐啊 吸毒不好 你怎么帮他 是不是 慈悲就是把他关起来 对不对 还是慈悲就是把很多毒品来给他 说哎呀你那么喜欢 哎呀我买多一点给你 是不是 你既然要吸 就吸一点好一点的 是不是 有的是这样 有没有 吸合法的 有没有 现在不是有的地方合法了吗 就吸合法的 那你就搬到加拿大去好了 现在加拿大合法了 是这样啊 所以你说怎样叫做真的慈悲 还不简单 我们只是嘴巴讲 心里面想跟实际 他就真的有差别 佛学跟学佛 的差别在这里 第六事 还是全部身心都在 依着智慧而行 你依着事来行 你就只有事在 熏修 可能学佛学 学到后来 很多人会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是我越来越大 还是我越来越小 就越来越大 学到越来越大 变成了到处用佛学 去给人家开示 是不是 就叫人家说 你要怎么练啊 你要怎么修啊 你看我这一套最厉害了 那这样子就很可惜 所以呢 第六事要转 要怎样 不要被第六事 限制 我们学法的方式 要超越第六事 要超越第六事 那怎么超越第六事 所以有些人呢 回到念经 师父 我都念都不懂 怎么办 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懂 是用第几事在懂 用第六事在懂 佛法 他的懂 不能用第六事 才会懂 很奇怪哦 什么叫做 不能用第六事 才会懂啊 那你要念念看 你才知道啊 你说师父 这样我不是傻念吗 你傻念看看 你傻念到十步以上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 佛法的真正 叫体解大道哦 好 但是呢 用这种方式 是跟一般 我们平常的习惯不一样哦 我们平常的习惯 就一定要读一句 嗯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读一句 嗯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真的知道吗 你才是不知道 你并不知道 你只是以为自己知道 那那个以为 就是第六事在以为啊 那第六事的以为 跟第六事的研究 都不是体解大道的开始 那这个叫做 我执的开始 你知道 很可怕哦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修 就让它变成 是正确的修法 所以佛陀叫我们怎样 受持读诵 有没有 就是要叫你读 叫你诵 然后你就能够体解 就真正能够体会 体悟 然后能够明白 那所以 要怎么做 你没有诵 你不知道啊 你就是试着 念念念念念 念到最后呢 念到没有念头了 入定了 你那时候 就会真正明白 什么叫做佛经 好 佛经要真的读到透 你要入那个三昧 你才有办法读透 如果以平常 我们自己这样子 一边读一边理解 一边读一边理解 还做笔记啊 还把它画大纲 那个都不是真的读透 所以呢 我们要怎样 照着华严经里面 华严经呢 菩萨要讲经之前 都先入定啊 有没有 那且入定了之后 所讲的 你如果没有入定 你怎么听得懂 是不是 在定中 你怎么听得懂 所以我们到后面呢 在六十卷的时候呢 哎 花言法会一开始 摄立佛 木剑连 这些大弟子 也都在现场耶 但是他们从后到尾 都看到什么 看到佛陀 就坐在菩提树下 人家已经不知道 演了几出了 他还是说 哎怎么 就还站在那边坐着 就他只有看到 佛陀入定而已啊 他没有 没有发现 原来在道立天 在夜魔天 在多率天 在这个化乐天 自他化自在天 通通都已经 人家实信实柱 实行实回 像通通都已经 讨论完了 他还是以为 佛陀在那边入定 有没有 那为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没有入那个定 他不知道嘛 好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第七世 第八世的世界 世界 不是我们凡夫 或者是一直都靠 第六世 在过生活的人 能够理解的呢 好 因为升文人 他就是用第六世思维修嘛 那第六世思维修 你怎么能够超越第六世 你什么都是思义 你很难知道 不思义是什么 所以要离心意识 要超越心意识 所以呢 为什么说 要实际上去修 你修修修修到 实际上 不管你做什么 拜佛也可以 打坐也可以 好 念经 也可以哦 可是 要真正做到 可以 以前有一个 很聪明的人哦 我说 哎 你 学佛 很喜欢听法 很好 写了很多笔记 很好 但是 你现在的功课 是要去拜佛 他说 为什么要拜佛 好 他说 那 你不拜佛 你诵经 为什么要诵经 所以他这很多很多 为什么 意见很多 这样 要给我一个理由 我说 理由就是 你需要 什么需要 因为他喜欢听 喜欢分析 可是呢 分析到最后 佛法会有瓶颈 学佛法的这条路 会有瓶颈 因为停留在第六四 你必须要突破 那个瓶颈 要用不能分析的方式 拜佛怎么分析 我拜这个佛 请问那个佛 他是怎么修 很困难 你不认识他 就是一直拜佛而已 有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分析 感觉就是一个 不聪明的活动 同一尊佛 还要拜很多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诵经 诵经又不能分析 违背他平常的运作模式 奇怪 我以前都是能用想的 用聪明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真正要 深入精脏的时候 要超越你的聪明 要让智慧出来 不要用聪明 跑到前面来 是不是 聪明局限在头脑啊 假设我们的头脑 真的很聪明 可是 头脑这一身 你再怎么聪明 你这一身的头脑 可不可以带到下一辈子 很抱歉 你换一身 你就要换一个头了啊 那你到时候 你的头怎么办 是不是 我们这一身 如果用你这一颗头 去装所有的经验 你下辈子换头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跟 严多王讲说 不好意思 我那个头好棒哦 我要把那个 好不容易栽培的 这个头里面 装那么多的 这么多的知识 我要把那个头带走 爱因斯坦应该要去谈判说 我那个头世间仅有 是不是 最聪明的 我想要把那个头 也一起带走 有没有 可是你带不走 你下辈子一定是换一颗头啊 各位 你有没有换一颗头 你的头是上辈子就在用的吗 是不是 他说 哦 如果你用这一辈子的头 去学佛 去学佛 那你惨了 你下辈子要重学耶 所以一定不可以用头脑学佛啊 要用什么 要超越头脑的心 来学佛 才有能够成就生生世世的功德哦 要不然你就修行会有间断哦 因为刚刚讲第六四是什么 有间断的有没有 有没有 有间断有没有 哦 所以那个有间断不要依靠他 所以你记再多最后都忘光光禅了 所以不要用第六四 要用什么 要不要用四 要用智 转智成智 好 所以这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一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看 那他跟这个 远行地有什么关系啊 好 这一段很 有一点 难度 五百三十九页 是在那个 佛教基本知识的五百三十九页 有看到吗 好 他在讲哦 他讲 我们 这个 巨生 他主要在讲巨 巨生 巨生的部分 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 就是分别的部分 在出地以上就断了嘛 那剩下还有巨生 对不对 好 巨生呢 他就刚刚我们讲 一个是第六四相应 一个是第七四相应 所以他这里呢 特别提到 你看 第六四的巨生 巨生烦恼 他是在什么地方 他叫做出地以上 有没有 顿斧 有没有看到 出地以上 好 那 巨生的 这个第六四 这个 第七四 第七四的部分呢 有没有看到 第几地 我们看现行的部分 有没有 好 现行的部分呢 他还是出地以上怎样 建福 然后八地 有没有看到一个八地 永福 八地 然后巨生的锁之杖的前六四 起现行是第几地 永福 也是第八地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第八地 然后第七四的部分呢 就是要怎样 金刚 有没有 金刚 加行 就是金刚定 等于是 已经到十地了啦 好 这样 我们有看到四个 这四个位置 那 我们有看到 出现了两次的八地 有没有 表示八地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 那如果是分别 我值跟分别法值 分别的部分 比较粗 比较好断 出地就处理掉了 好 可是剩下来的 聚生的部分呢 哎 他就要到怎样 好 叫八地哦 好 到八地 好 到八地 然后最后呢 聚生 法值 跟第七四相应的聚生法值 第七四的聚生法值 最难断 要最后成佛 才能够断 好 那前面呢 哎 就是 这个出地的 之后呢 好 下一个关键点 就是八地 好 下一个关键点 是八地 所以前面 刚刚我们讲 出地到七地 的努力 会成就 第八地之后的 无功用 好 无功用 好 那我们来看哦 这个小 这个佛教基本知识的 小的字 好 有没有看到 聚生的 来 五百三十八页 这里 的第二 第二段 有没有 聚生烦恼 障 聚生烦恼 障 他说 哎 第二行 他是 服 现行 不起 这 现行 就 一现行 是什么 现行 就是他不出来 活动 出现 出现 来 行动 对 叫现行 那 那 他 就是 这个 福 直到什么 成佛 的时候呢 才会 断 才会断 所以呢 他现在 在下面 就在讲 聚生烦恼 就是第三行 这里 聚生烦恼 的现行 地前 见福 有没有 其实慢慢 慢慢 与生 俱来 的这个 聚生烦恼 其实一直 渐渐就在 调整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烦恼是好像本来就具足的 也没有人惹你 你就是本身有时候会有一种 突然很烦 有没有 突然觉得奇怪 今天呢 有的人很奇怪 就是会有下床气 或者是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说 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更年期了 要不然就是什么怎么样 内分泌失调 那的确有些问题是好像常常都是潜伏在我们的内在性格里面 那个叫聚生烦恼 可是我们通过修行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像好一点 好一点 刚刚呢 那个山莱就问师傅说 哎呀我念经哦 这念得很烦 有没有 念得很烦 那个那个烦呢 哎就是刚刚开始念经会这样 因为你定不下来 然后定不下来的时候 那个内在的一些 那些那种不耐烦的那个 当你不耐烦的时候的那个 那个内心的状态 是一直是不安的 就是定不下来这样 那这个定不下来其实不是因为念经才有 我们本来就很烦 所以做什么都烦 可是如果做其他事情是 比如说听个音乐啦 睡觉啦 可能就麻痹你的觉知 就是你的心去攀缘了 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去注意到你的内心的那个烦 烦 我们诵经呢 这个这不是一个很好攀缘的地方 有没有 你那个经书呢 就攀缘来攀缘去 他叫你断烦恼断烦恼断烦恼 他不会叫你 加强烦恼加强烦恼 有没有 他不会让你迷失 所以他在让你内观的时候 你就会回头看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烦 那个叫巨生烦恼 就是他会障碍住 他会出来 蠢蠢欲动 可是他会地前建福哦 渐渐的 因为我们修行有功德力嘛 就是有资粮啊 修福修慧 慢慢比较进步 但是他讲以道力为力啊 就是虽然是这样 可是功力不足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回到家呢 好像是在 在这个打仗一样 有没有 那就大斗法 就是跟那个什么 没学佛的人大斗法这样 道力为力啊 为什么 因为还是会有烦恼 有没有 什么时候有烦恼 就是失去正念的时候 我们念经很有正念嘛 我们在道场很有正念嘛 可是呢 当我连续遇到很多很多的打击 特别烦的时候呢 你的心的力量不够 正念不足 所以呢 失念的时候呢 烦恼现行 上得起固 有没有 所以地前 出地之前就会 有时候会起烦恼 可是渐渐不起烦恼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学佛乐 还是有很多的烦恼呢 是正常的对不对 因为还没有出地 可是会不会好转 会渐渐好转 虽然渐渐好转 可能还是会起烦恼 就比比较不用功的时候就起烦恼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讲嘛 就是前面就是叫加行制 有没有 就是你要 你要特别用功 才不会让烦恼 趁虚而入 烦恼会这样啊 看你就像生病一样 你的免疫系统下降 那病菌就会趁虚而入 有没有 所以我们会讲秋冬啊 气候在转变 转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着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预寒的 那个机制不够 所以风一吹 他就趁虚而入 那如果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体质很弱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烦恼就进来了 所以他讲思念的时候呢 他就会容易起烦恼心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常常思念嘛 要一直保持正念 所以现在像 现在师父带动的这个诵经 他就让我们 哇 这因为他超过我们平常的用功的量 所以如果你要达成这个量 这两个月要送五遍 要达成这个量你要算一下 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他是平常是在那个工作嘛 所以他要扣掉工作 而且他的工作常常在 在证券业在银行界上班 常常呢都是 你说下班时间 人家五点下班 他可能都要弄到八点 因为他还有很多业务 而且明天还会有新的业务 那所以他扣扣扣扣到 他回到家呢 可能只剩下一个小时 那他就要算啊 他要算他的时间啊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又会有什么事又有什么事这样 所以当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 是不是要刻意去找时间 刻意找时间 找不找得到时间 如果你刻意的要找时间 你反而找得到时间 你都没有时间 你都没有想要去找时间 你直接放弃 你不会找得到时间 所以当他刻意的去找时间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没有时间浪费时间 有没有 那所以他是不是随时都在 只要一有时间就想到 赶快念经 只要一有时间赶快念经 有没有 随时都在念经 是不是随时都产生一个正念 不管念得懂或不懂 一直想要念经 一直想要念经的 这个念头本身 他就是比较有正念的 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正经事 正确的事情 至少念经不是坏事 是不是 那你说我们的心里面 一直想要念经 一直想要念经 他就会怎样 让我们的正念相续 好 可是你如果功课不够多 我们有的都退休人士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今天的功课做完了 我还有两个小时会怎样 看看电视好了 有没有 看看电视 会不会看看电视 一看呢 那个连续剧 哇不得了 看完明天不知道剧情怎么样 有没有 有没有开始追剧 会 虽然你知道那没什么好看的 可是你就是会想看一下 有没有 没什么好看 然后你会告诉自己 轻松一下啦 如果刚刚好呢 又有你喜欢的演员 刚刚好人家都在讨论那个题目 刚刚好最近都正在热烈的 在研究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剧 你会不会想 奇怪 他们到底在热什么啦 有没有 就是像那个什么 与神同行 Part 2 是不是 那是我们有一个居士 在那个乡下地方啊 有一天开车 经过他们的电影院说 大排长楼到底在干什么 他也去排 看完了就说 那么难看 这样 很难看 你看看完了有没有 你看 你是不是也是有去看 虽然看完了才说 很难看 你来不及了 你已经看完了啊 而且呢 而且呢 好像不看 那就好像没有跟上流行 有没有 人家在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那是在讲什么啦 是不是 好奇心会杀死猫 好奇心也会害死我们 大概我们都没有时间念经 有没有 你看那么多 你看 选举前一天 有没有一直守着电视 好 是不是 好 选举前一天 这是干什么 好 在 在入定在诵经的举手 好 哎 对嘛 你看 教育成功 有没有 好 结果自己 师父自己 一直守着电视 好 很紧张 这样 很好笑 无聊 有没有 因为结果 就是结果了 你紧张 有什么用 你又看不出来 你那一票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 就是 真的啊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的 共同的话题 全部的人都这样啊 你可以说 我都在念经 那算不算关心 关不关心这个国家 还是关心啊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关心 有没有 还是你要去丢气油弹 是不是 我愤愤不平 是这个中选会到底在干什么 有没有 好 所以你看 同样一件事 你可以观察啦 好 那你也可以花时间在这里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 把自己的心 放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应该 好好的善待自己 有没有 让自己常常起正念的 那一个活动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 法生会命照顾好的 所以我们就要常做 好 那你看 我们一般呢 都对自己 好像不会很要求 不会做很多的要求 因为觉得修行好辛苦 我已经修很多了 难道我这一生 一定要成佛吗 不要逼我 有没有 上次呢 那个师傅呢 他就在分析啊 这是真的有道理 如果我们这一生 一出生就有人叫我们念华严经 因为小孩子那一段时间最无聊啊 有没有 那么小 他会什么 他什么都不会 他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子读经有障碍说 我都看不懂 因为他本来就看不懂 有没有 小孩子他不管读什么 他都是看不懂的 所以对他来讲 没有难跟义 因为都看不懂 他只有那个声音 有没有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都会叫小孩子去读什么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捕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有没有 你怎么背这个 你为什么这几句 不要变成什么 如是我 闻一时佛 在社会果 一样是声音 他也是在认字 是不是 那他如果都在念这个 不得了耶 他在懵懂无知的时候 最无聊的时候 你看他都在念经耶 有没有 如果一天念五卷 一年 十年 就念几卷 好 360天嘛 对不对 好 三天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五天嘛 是不是 一千八百卷 是不是 好 是吗 这么多卷 你会觉得好厉害 一千八百卷 听起来很厉害耶 好 是不是 那如果呢 诶 十年呢 如果五十年呢 好 你去算 如果这五十年 而且念经念念念念到最后 会越念越快 好 然后你就会越念越多 有没有 越念越顺 好 然后呢 再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呢 可能你可以 这辈子可能不只是念什么 好 不只是念一百步哦 你可能是念到一千步哦 好 那天师父有算给我们看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从小时候开始认字开始就在念经 五十岁 五十岁就念一千步了呢 五十岁啊 可是我们都是五十岁才开始学佛 有没有 好 各位你是几岁开始学佛 自己说 几十岁开始念经 有没有 所以是不是前面荒废了六十年 为什么 因为你都遇到邪教邪分别 有没有 都没有人教 都遇到邪教教主 你的爸爸跟妈妈这样 有没有 他都不会教你念经啊 你就没有遇到一个佛陀啊 是不是 如果是佛陀呢 他就会说 一定要读这个经啊 如果是爸爸妈妈 就说 麦叉 去玩手机 有没有 去看海绵宝宝 这样 是不是 你看 看完 我小时候看唐老鸭 就这样而已啊 是不是 他就一直 这样子 所以呢 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很喜欢看啊 他就追过来追过去 这样有没有 松鼠追过来追过去啊 米老鼠追来追去 就这样 然后唐老鸭一直被整啊 有没有 就只有 就只有这样啊 那你看来看去 你只是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做什么 让他长大而已 就等着身体长大 有没有 你的脑子呢 没有进展啊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要读书 进学校才开始读书 那么小 他看不懂啦 有没有 所以看不懂 只好去看那个 看不懂的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我们真的是 浪费好多时间 有没有 为时不晚 我们还有未来嘛 是不是 如果未来还要照 以前这样过 你继续浪费下去 也是说得过去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是怎样 我努力了一辈子 我退休 就是希望 无事可做 有没有 有没有人的心愿 退休就是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不要再动脑筋了 有的人是这样啊 有没有人像你们这样 那么奇怪 退休之后更忙 你知道退休 比还没退休还要忙 有没有 退休之前是 上班制 一天做八个小时 有时候加班 已经很认真了 没有退休之后呢 有没有发现 师父24小时 随时在找你 如果你不小心 又当了助念组组长 你这个叫做 24小时待命 因为人家的死亡 不会选时间 不会选你上班时间 是不是 随时一通电话 就要去帮人家助念了 还有那个说 请上班时间再打来 这样哦 没有办法 所以变成24小时 那如果不小心又出家 那就更不得了 24小时都要当法师 有没有 那可是我们是不是 退休之后 要给自己多一点事情做 而不是要用退休的心情说 我有休就好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 让你浪费了 以前可以浪费60年 后面你还要浪费 你真的好事啊 不在事有没有 这真的好危险哦 是 我们剩下时间不多 是不是要更用功 弥补以前的浪费 好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叫修 有品质的修行 有品质的修行 不是靠量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用靠量取胜了 我们要靠职了 修行要有品质 生活要有品味 有吗 心灵要有提升 你才会有品质 有品味啊 好 那这时候呢 正念是可以为我们带来 最有品质的生活 最有品味的人生 那你要不要养成正念 是不是 有智慧的人用 用意念去引导我们的人生啊 所以佛陀教我们发大愿嘛 没智慧的人 你只好用身体去 去引导你的人生 身体就是欲望嘛 感官的刺激嘛 有没有 那就跟禽兽没有差别 我们跟禽兽的差别 就在我们有一个智慧 有一个灵性 我们有正念 要不然你要吃好的 狗狗也想吃好的啊 一样啊 你要SPA 狗狗也喜欢SPA 有没有 你要装可爱 狗狗更可爱啊 人家还会 不去摸狗 不会摸你啊 你那个老皮有什么好摸的 摸得很恶心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其实 你要看 我们自己的 胜于他人 异于禽兽者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颗什么 有智慧的一个念 那个念 不是头哦 不是那一颗头哦 是念头哦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要用正念啊 然后正念做什么 当我们的正念充满的时候 我们不失去正念的时候 烦恼就不会现行 好 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全 不会出来干扰你呢 就到出地 好你看哦 你看 他说 诶 下面就讲哦 出地以上能顿伏尽哦 顿伏就是 马上 你登出地 马上伏 马上不起烦恼了 所以这出地叫欢喜地 有没有 好 欢喜地哦 好 下面呢 就在讲哦 诶 可是呢 奇怪 既然顿伏 为什么还有后面什么分别我执啊 居身我执啊 居身法执 还有第七世 好 这个是菩萨做什么 菩萨 为了度众生 假装跟我们一样有烦恼 要不然菩萨就不是人了啊 有没有 所以菩萨为了要度我们 他必须要现跟我们一样 他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烦恼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下面就讲哦 菩萨为了教化众生 在前七地中 有什么 故意力 有没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讲 有功用行 有功用行 是不是故意的 我故意嘛 所以菩萨度我们是不是蓄意的 他设计我们啊 有吗 我们只是不知道被设计而已啊 有吗 你有没有被设计 有啊 是 是哦 是师父讲开了 你们才知道被设计有没有 你如果没有讲开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有被设计 不知道哦 所以菩萨呢 在那边布局 安排安排安排这样啊 好 是不是 他要度众生 他要怎么样 他要找 跟他一起度的人 他要 他先拐很多 同心同利 同德 有没有 我们不是唱国歌 不是什么 同心同德 有没有 贯彻始终 有吗 你要不要贯彻始终 要走到最底啊 谁能够贯彻始终 要同心同德 你不同心 你很难啊 一下子就分道扬镳了 所以 华严经这件事情 这一句 这个 前几天有一个导演来问 说师父 华严经是什么经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经嘛 只听到这个华严经 我说其实华严经很简单 华严经就是 佛陀在找团队的一个经 因为佛陀他需要有一起度众生的团队嘛 那这个团队呢 在哪里 人在哪里 他说来讲经 听懂的就是我们这一组的 有没有 就这样啊 因为他里面讲说 我们度众生要怎么度 你说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 你就是同一个团队的啊 所以他要找同心同德的人啊 同利的人啊 那我们有没有同心同利 不知道 但是佛陀是不是蓄意的要去找人 所以他就 你看他为什么在菩提树下 一入定 他也不让瑟丽佛看 有没有 他为什么不要度瑟丽佛 说瑟丽佛我告诉你哦 你看 我现在已经到道立天 他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自己没有程度 你就不要看啊 你就你根本不知道 人家还是很多菩萨 到道立天是不是有百万菩萨 是不是到都帅天 到夜魔天 到达花之在天 每一个天都无量无边的菩萨 多到不得了 有没有 为什么人家知道 你的程度就不够嘛 为什么程度不够 因为你就在那边第六世啊 是不是 告诉你说 要超越你的意识 说不行 我这样子比较聪明 有没有 所以你很难 很难真正的相应 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 菩萨呢 一开始就要用什么 用理念 用观念 要先通 观念要先通 观念先通 那怎么观念先通 你读了你就知道通不通 读了呢 读一遍不懂 好 那再读 再读再读 读到最后熟了 他的心 我们的心里面的这种智慧 被打开 被打开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华言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时候哪有什么第六世 第七世都没有事 没有事 可是菩萨要度众生 他度的是还执着那个事的嘛 第七世在啊 第六世在啊 我还在那边分别啊 所以要怎样 要假装起分别 要刻意的安排某一种因缘 要设计 所以我们要设计什么 设计要怎么演这个戏啊 是不是 要不然你看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为什么文书菩萨不一开始说 其实你找我就好了 有没有 他就是说 你去找那个某某人啊 他不错啊 然后介绍来介绍去 介绍来介绍 到最后一个说 啊原来 又介绍回 我们的文书菩萨 越后面越大尊嘛 有没有 啊原来 我的老师就是最厉害的 你就没台没机 可以绕一圈啊 有没有 所以这是什么 原来我们就是最厉害的 我们就是佛 可是你就不知道啊 所以你要到处一直去学啊 学学学 学到所有的法门之后说 啊原来我自己的心 里面都有答案 是不是 所以那个文书 文书是谁 文书就是你自己啊 佛陀是谁 佛陀就是你自己啊 是不是 文书是法身的智慧嘛 叫做文书嘛 是不是 那法身就是彼独哲那佛嘛 是不是 以文书的智慧起观照 而圆满的菩萨行 叫做卢舍那佛嘛 听得懂吗 譬如舍那佛是法身佛嘛 法身佛呢 起智慧 智慧的用是什么 文书 观音 地藏 普贤 四大菩萨 就是你的智慧怎么用嘛 是不是 用在四个方向 用好了度众生度圆满了 就叫做卢舍那佛 叫做报身佛嘛 圆满报身 那都是谁 我就是你自己啊 可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用 你却不用啊 为什么 因为人家说 你要竞争哦 你要用执着 你不执着 你会被其他人执着的打败哦 有没有 所以我们从以前都是 我执法执啊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原来 我们可以不要用我执过日子 我们可以不要法执的过日子 我们可以放下之后更自在 然后更圆满 都没有挂爱 不知道啊 所以呢 你看 菩萨为了度我们 让我们转世成智 他是不是要故意 刻意地演出一些句嘛 然后让你觉得 好忙哦 好多事情哦 这样有没有 好很多事情做 那你说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我们念佛念念念 刚刚有人问哦 他说师父 那个作恶多端的人呢 难道他灵命中 那个念十句 他就可以去阿弥陀佛那边 哪有那么好的事 有没有 这样子不是就没有报应这件事情吗 各位我跟你讲哦 来大家想一下 你灵命中念十句佛号 然后就跑到极乐世界去 对不对 对我们念佛的人 那里是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去极乐世界 要做什么 从早到晚怎样 念佛 念法 念生 听经文法 所有的诸上善人 开口 闭口 都是 三十七柱道品 六波罗蜜 如果一个平常 都是自私自利的人 他听得下去吗 平常为什么他不来听经 因为他不想听 听不下去 有没有 是不是 他平常都听不下去 他这个 临死 临命中的时候 说快点快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跑去极乐世界 结果发现所有的人 都叫他做好事 叫他忏悔 叫他不要做坏事 他不是痛苦到不行吗 是不是 如果他平常 没有那个善根 他真的去不了 平常有那个善根 他现在就很认真念佛了 那现在不是就极乐了吗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呢 他一个不 不喜欢念佛的人 他跑到极乐世界去 那个极乐世界 对他来讲是极乐吗 要不然你叫你家的小孩 来念佛看看 一整天 他会跟你说 谢谢你带我来念佛 我好开心 骂死了 有没有 他没有欢喜心 没有欢喜心 再好的 我们觉得很有功德 念佛功德无量 对他来讲 他痛苦的不得了 要不然他就不会来 为什么他不来 各位你为什么都喜欢来 所以呢 同一个地方 我们一整天念经 有人累得要命 所以有一个人 他在念经念到中午 然后呢 我就看他鬼鬼祟祟 是准备到跑 有没有 然后我就说 你要去哪里 他说 我好累哦 我想回家 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头晕 这样 我就说 没事啦 头晕 休息一下 你不要走啦 下午很快就念完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门口 在那边挡住 就开始跟他 就鼓励他 劝他 他最后呢 他最后跟我说 师父你放过我吧 太痛苦了 我就很怕 我很怕他下一次不来了 还好他下一次又来 他就是真的已经晕到 他就真的很想 只想回去躺着 这样有没有 可是可是其实这个时候 对他来讲 勉强他坐在那边 他真的不简单 除非他真的有愿力 所以你看 最精进的是谁 从台北下去的 为什么 因为没地方去 有没有 你的 你的回程的那个 就结束才能够回去 所以你哪里都不能去 有没有 在隔壁的 随时都可以回家睡个午觉 那睡午觉 可能睡一睡就没有回来 是不是 也没有人在点名啊 我们也不会去 打电话去你家说 哎 该起床了 有没有 那你看 那就是 就是不一样嘛 有的人呢 逼不了 那你逼他 他很痛苦 还要我放过他 这样 实在是 那你逼不了 那就没办法逼 那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呢 真正的进入 佛法的唐奥 不用逼了 出地以上的菩萨 不用逼了 他是每天都在设计说 我要怎么去度众生 不用勉强了 因为他没有我值了嘛 没有那个分别我值 有没有 好 所以他下面就讲啊 哎 故意力 使烦恼种子 战身现行 他假装的啦 你叹气 他跟着你叹气 因为这样子 他就 他会觉得 众生会觉得 你跟他是 同一阵线的 然后他会觉得 哎 你能够理解他的痛苦 有没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 假装哀声叹气 要假装一样 遭遇不幸 有没有 可是呢 他说 虽战现起 而不为过失啊 有没有 好 所以他说 这个呢 哎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哎 我们再往旁边看哦 再往这一段的 倒数第三行哦 他说顾起烦恼的 叫做什么 菩萨 悲增菩萨 有没有看到 慈悲啊 悲增菩萨 那会害怕烦恼的呢 叫做至真菩萨 他就不起烦恼 故意起烦恼的 叫悲增菩萨 不起烦恼的 叫做至真菩萨 所以是不是说来说去 你都是菩萨 只是一个是慈悲的菩萨 还是智慧的菩萨 慈悲的菩萨呢 就是看到什么 都眼泪就跟着你掉下来 有没有 陪你哭的 那个叫悲增菩萨 不哭的叫你眼泪擦干 那个叫什么 至真菩萨 是不是 有什么好哭的 站好 是不是 那你说 都需要嘛 那有的人需要安慰 有的人需要激励 那都是菩萨的方法 他的方便 因此我们看到呢 这个聚生烦恼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其实出地以后 他都不会有烦恼的 可是他要留着做什么 留着杜众生 留着杜众生 就假装要跟你一起起烦恼这样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到七帝之前呢 都叫做什么 有功用行 好到八帝以后 他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不用顾起烦恼了 因为八帝以上就怎样 就叫做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现成的 所以呢 到八帝以上呢 就自在了 真正的自在 好 那 我们看了 我们回来看到这个 所以这边就讲 华言经里面就讲 从初地到七地 所行诸行 皆舍离烦恼业 有没有 就是 我从初地到七地呢 都是为了要度众生 然后舍掉 聚生我职 聚生法职 有没有 我要 我要一直断啊 一直断烦恼啊 然后目的是什么 要成佛 可是呢 还不能说 他超越烦恼 为什么 因为他还要 假装有烦恼 所以他还是 跟众生在 同一 同一区的 好 到了 说 这个 到了后面呢 到了后面 八帝以后呢 舍掉一切 有公用行 好 若舍一切 有公用行 有没有 好 那就从 第七地 入第八地 这时候呢 好 就叫做 超越烦恼了 就 无公用行 好 这样 这样了解 所以七地到八地的 最重要的 关键在这边 一个是 有公用行 一个是 无公用行 那 这一个七地呢 就 真的就要 功德圆满 好 到第八地 就不得了了啊 第八地呢 第七地 叫远行嘛 离烦恼最远最远最远的地方 但是还是在烦恼这一边 好 好 那到八地呢 就 哇 不得了了 叫不动地了 好 不动地 那我们 下一次上课呢 就来看那个不动地 第八地 不得了了呢 好 是不是 就已经接近成佛了 好 那到第七地之前呢 我们总结 他要做什么 六波罗蜜 已经圆满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七地呢 修什么 方便波罗蜜 方便波罗蜜 就是把全面的六波罗蜜 全部都拿来用 方便就好 那幸运法师常常讲啊 给人方便 给人欢喜 有没有 好 那给人叫方便呢 这的确 什么样叫方便 就可以随缘 好 那你开心就好 我只要能度你 用什么方法都好 那个叫做方便 好 好 那我们自己修行呢 就要找什么 找 想尽办法 用各种方法 来帮助自己 做什么 起正念 所以刚刚有人问说 师父 我要念 我要念 喜欢的 还是 修 不喜欢的 法门 其实答案是什么 都不可以 修喜欢的 会执着 修不喜欢的 会烦恼 所以这两个 都不可以 是不是 要修什么 会让我们解脱的法门 而不是喜欢的法门 还是不喜欢的法门 就像度众生 我们是要度众生 还是变成喜欢众生 所以要度 喜欢的也要度 不喜欢的也要度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度 不是喜欢不喜欢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度 其他就没有差别 好 只要超越 你就没有喜欢的法门 跟不喜欢的法门 只要能够帮我们起正念的 他就是法门啊 法门哪有喜欢跟不喜欢 是不是 那我们会喜欢跟不喜欢 是不是因为加入我们的意识 你说 我念的呢 哇 法喜充满 所以我很喜欢 然后呢 大家会很容易喜欢华严经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跟人家说 我已经念了50部华严经 你会得到什么 哇 肃然起敬 你跟这个到外面去 你已经称霸了 是来圆道禅院才发现 我们小咖咖50部不敢讲 还有180部的 吓死人 是不是 这不敢比 好 那你说 这个华严经的确是很殊胜 但是因为很少有人 敢发这个院去念那么多经 你敢不敢 我们本来也不敢的啊 就被逼啊 只好念 念完发现 哎呦 原来不难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困难 是不是 你说你以为 念难的经都看不懂吗 念短的也看不懂 还不是一样 是不是 我们念心经念那么久 也没懂心经啊 念金刚经都背起来的 也没懂金刚经啊 所以既然都不懂 就像小孩子一样 什么都不懂 那就念一个大一点的好了 是不是 说不定还 哎 其实你念完华严经 你会发现 比金刚经好懂哎 好 有没有 其实因为大部分都不懂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懂 你就会觉得懂很多了 好 所以哎 这懂很多 金刚经几乎每句 没有一句懂的啦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金刚经只有第一页 你懂而已啊 就是佛陀跑去吃饭这样啊 有没有 只有那个懂 后来问的问题 都没有听懂的 有没有 那个须菩提问那个什么问题 谁听 谁看的懂啊 是 那你真的不懂啊 其实也好像是懂非懂啊 但是呢 哎 我们真的知不知道自己懂 你去解释给别人听 如果你能够解释到别人都懂 那就是真的懂 只有你有没有发现 常常我们都是只有自己懂 等到我们解释给别人 人家说 你讲那个什么 我们都听不懂 因为你解释不出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真的懂 金刚经要 很多人都说 非空非有 亦空亦有 我也会念啊 念完然后呢 是不是 还是不懂啊 说哦哦哦哦 只是唬人而已 没有真的懂 但是华严精好懂很多 因为他至少里面有故事 有情节 还有对话 有没有 刚刚连第七地那么难 金刚藏菩萨跟解脱月菩萨 在讨论的时候 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在问什么 虽然他的答案你不一定懂 但是你至少知道他卡在哪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其实真的修行的过程呢 你不要害怕自己去 接受这一部经 试试看嘛 试试看之后呢 我们开始在修的过程 你会点滴点滴的在心头 等到熬过来回头一看 哎呦 其实我们也没有念很久呢 有没有才几年嘛 是不是 所以不得了呢 所以各位哦 你要很开心说 我这一生能够读到华严经哦 而且我还怎样 诵词华严经 而且我还能够怎样 背诵华严经 而且我反正跟华严经很有关系这样 然后最后呢 建构一个华藏世界 是不是 那真的就是不得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入第八地了 如果佛教基本知识这一本 大家看了很喜欢哦 可以留下来 如果你没有 没有想要再多一本那么重的 其实它里面都用华严经去做组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配合一下 会发现 其实它是相通的 好 那要不然你如果不要留着 就还给船上 他会帮我们拿去归还 好 谢谢各位 来 回向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 比丘 比丘 你 沙咪 沙咪 你 善男子 善女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四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收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 冤亲 同战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 菩提 度有情 至成 礼佛 三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喜好 二问训 二问匸 二问训 未经训 未经训